第261集 丹沙 林锦荣不知该怎么回答 垂着头立在一旁 滴滴地应了一声 先生最懂医药 总是对的 水老先生沉默片刻 道 那药 里头有蛋沙 林锦荣的手不自觉地紧了一紧 强笑着道 您老既然做了药出卖 总不会害人 水老先生点了点头 那是自然 只要用量合适 就不会死人 但毒物就是毒物 日积月累总是不好 所以我才让他价比黄金 喂的就是让人不要多吃 林锦荣轻轻出了一口气 却又听水老先生道 这东西我原本就做得不多 此刻手里更是没有 也不打算再做 先前这些 我不知你是如何弄到的 也不知你为何要用它 但我想来 你总有你的原因 林锦荣被他看破目的 并拒绝便只静默不语 水老先生原也不打算 听他说什么密心 只接着道 你吃的不算多 此番我便替你好声清理一下 日后 这药你能不吃 就别再吃了 毁了一声康剑不值得 我只怕你 临到将来会后悔 林锦荣只觉得一点良意 慢慢地从心底近了上来 便抬眼看着窗外 站得远远的桂园和豆儿二人 鼻子酸酸地低声他 先生可有其他法子 水老先生许久都没说话 却也没有目光炯炯让人难堪地 打量林锦荣 只垂着眼皮 盯着那本被翻得缺了边角的医书 仿似看得十分认真 就在林锦荣以为他不会开口 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 放听他的声音 急低急低地道 方法很多 但最简便有效的 还只有这个 要不然数着日子吧 避开月中那几日 虽则对方是个年近古兮 德高望重的老医家 话也说得很隐晦 还是自己主动向他问起的 林锦荣还是觉得脸都热了 目光根本不敢往旁处看 只死死盯着窗外远处桂园的背 低声道 如此 有劳先生 我先告辞了 水老先生微微喊手 嗯 我就不送你了 林锦荣行了个礼 默默转身出去 呼听水老先生在背后低声道 你比我重孙女儿大不了几岁 一直得你们母女尊敬 我便以老卖老地说一句 女儿家身体金贵 爱惜自己一点 林锦荣的眼睛又酸又胀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步履匆忙地走了出去 豆尔和桂园正低声说笑 见他匆匆走出来 神色不渝 便都迅速脸了笑容 忐忑地对视了一眼 快步追了上去 林锦荣回了自己出阁前住的院子 在灯下一座就是半个多时辰 桂园小心翼翼地捧了药碗上来 奶奶 是刚送来的药 太太让您趁热喝了 林锦荣坐着不动 仿佛不曾听见一般 豆尔在一旁铺床 见状担忧地看过来 桂园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 含了柔柔的笑 倦慰道 奶奶 这医药若是不成 还有神佛 后日不是还要去平纪寺吗 您这么良善 菩萨怎么也得给您几个宝贝呢 话音未落 就见林锦荣猛地抬起眼来看着他 眼神凌厉至极 桂园抖了一抖 面上闪过一丝惊慌之色 立即矮了身子赔罪 奶奶 是奴婢多嘴了 你的确多嘴了 林锦荣的神色渐渐缓了下来 桂园如此劝他 大概是自作聪明的以为 白日水老先生当着陆间的面 说的是假话 目的是为了稳住陆间 稳住陆家 真实的情形是 他其实有了大问题 所以才会在与水老先生单独交谈之后 这般不自在 这般难过 桂园的小聪明还在 傲气却已经被打磨得差不多了 文言立刻跪了下去 低声道 奴婢没有规矩 请奶奶责罚 林锦荣沉默着将汤药引了 起身行至窗前 命神色不安的豆儿 打水与我敬手 豆儿忙放了手里的活计 问外头伺候的小丫头 要了热水 亲自试过水温 碰到林锦荣跟前 伺候林锦荣敬手 林锦荣近过手 方看向还在地上跪扶着的桂园 去那只黑木箱子里 举我的熏出来 桂园松了一口气 滴滴应了一声嗜 从地上爬起来 洗过手 才敢去开箱子 豆儿觉得气氛太过沉闷 就试探着笑道 奶奶 卢比给您焚上香吧 林锦荣点了点头 推开了窗户 窗外一片寂静 半轮明月挂在天际 月光透过落光了叶子的 老榆树的枝芽照下来 落在地上 犹如下了一层霜 空气冷冽 但却极其清新 正是一个明月清风夜 豆儿便一边弄香 一边道 还是荔枝姐姐先戏 她收拾这熏的时候 奴婢还问她 说了做什么 奶奶来闺宁调养 只怕要陪太太们说话呢 哪里有空吹熏 她却说是 人闲下来就有先进一掷了 万一奶奶闲了无聊 会想吹的 果不其然 您就想吹了 豆儿惯常老实得很 话又少 能绞尽脑汁地 想这些话出来说 也是为难她 林锦荣就受了她的好意 露了一丝笑容 很久不曾吹了 也不晓得 还有没有从前那样好 一定很好的 哪怕就是第一曲的时候 稍微不好些 后头也一定很好 林锦荣笑了笑 结果桂园双手奉上了熏 拿软段擦拭过后 放到唇边湿了湿 微闭着眼吹了起来 千不好万不好 还是娘家好 陶氏再无能 有陶氏在的地方 她就是个 可以受宠的孩子 丽芝说的没错 哪怕就是心情不好呢 她终究也能有 那个闲情意志 可以吹吹勋 排解一下心情 林一芝陪着陆坚 从听涛居出来 妹夫 你是从哪里找到 这几本善本的 我瞅着祖父 却是比你送她那两盒 百年老山深 还要开心些 陆坚微微一笑 其实是我早几年 收来的藏书 林一芝本来 还想打听一下 看她是从什么地方 弄来的 自己也好去弄两本 来孝敬一下林老太爷 文言不由失望之极 正想再找点什么来说 忽见陆坚站住了脚 半侧着脸 安静细听 她盲闭了嘴 竖起耳朵来 单闻一缕熏声 随着夜风飘了过来 仙石还断断续续的 仿佛是在试音 接着就流畅起来 平白吹得月色 都白了几分 陆坚微仰着脸 安静地目视着 熏声传来的方向 身姿如竹如松 被月光包围其中 自有一番行云流水似的 风骨雅致 从骨子里透了出来 有道是灯下看美人 月下看男子 林一只饶是个男子 也不由地 按赞了一声 乃笑道 定是四妹妹了 何家上下 也指得她一人 路间没有回答 只安安静静地听着 月下听音乃是雅士 何况此人乃是她的妻子 林一只不好扰她 更不是那几不懂风雅之人 便安静陪在一旁 良久那熏声方断了 再不见响起 路间方收了心神 抱歉地行礼笑道 有劳五哥陪我在这里 受寒这许久 林一只忙怀了礼 又带了几分戏谑道 四妹妹还不曾睡 妹夫可以有什么话 要带给她的 我这就使人进去 以她说 路间静默片刻 笑了笑 不必了 夜深了 一层一层进去 岂不是扰人清梦 林一只本来也是说笑 见她如此说来 便也只是笑笑 送她到大门前 亲眼看着她上了马 又叮嘱了长寿 等随时的小厮 长随几句 方命人闭了大门不提 路间正带要扬边打马 只听那熏声又响起来了 再仔细一听 却又听不见了 拉着马又静候了片刻 方命长寿等几个长随小厮 走吧 天还不曾亮 林几荣就醒了过来 迷糊着正要骑身 就又想起 陶氏昨日的叮嘱 回家来就好好歇着 都知道你是回来僵养的 没人磕磕你 也不要你起来请什么安 想睡到什么时候 就睡到什么时候 怎么自在就怎么来 于是便微微笑了 翻了个身抱着被子 又沉沉睡去 这一觉却是睡到天色大亮 被刘儿拿了根翠鱼 在鼻端扫来扫去 养得打了几个大喷嚏 方才清醒过来 陶氏虽然教养刘儿严格 却也不曾拘得她失了性子 见林几荣打喷嚏 打得醒了 哥哥就是一笑 溜到床下 把翠鱼藏在了身后 四姐姐睡觉也会打喷嚏 奇怪了 林几荣披散着头发坐起来 做事要去拿她 做怪的小丫头 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干的好事 刘儿尖叫着跑开 躲在柳西的身后 探出半个头来 眨巴着一双无辜的眼睛 笑嘻嘻地道 四姐姐 我其实是奉了沈娘的命令 来还你起床吃药的 你该吃药了 不等林几荣回答 她就伸手在脸上刮了两下 四姐姐不知羞 这么大的人了还赖床 林几荣闽唇一笑 接了豆儿奉上来的汤药 假意道 这么多 我一个人哪里喝得完 小丫头过来帮我喝两口 柳儿盲拼命捂住嘴 使劲摆头 不喝不喝 一边说 一边同林几荣行了个礼 我还要去和沈娘回话 不配四姐姐了 盐巴一溜烟地跑了 第二百六十二集 河层 林几荣喝过药 又吃了陶氏精心为他准备的早饭 方去了陶氏那里 陶氏拉着他的手 上下打量了一番 笑道 气色好多了 哪有那么快 这话一出 屋里众人就都笑了 平时有了身孕 有了些底气 性格也开朗了些 就凑气道 回了娘家 有亲娘疼 小姑吃得好 睡得好 心情也好 气色不好才怪呢 林几荣就起身 与她行礼道谢 多谢嫂嫂替我不止房间 很舒服 一点不像长期没出过人的 又暖和又干燥 应该的 平时有些害羞地笑了笑 准备还礼 陶氏忙叫丫头们扶住她 称怪的 你怀着身孕哪 你是长嫂 又替她操劳 她谢你是该的 这个离你受的 快坐着 林几荣便去将平时扶了 坐在陶氏下手 平时的话就多了起来 我听五爷说 昨夜姑爷给老太爷和老太太 送老山深过来 被老太爷留在听陶居里说了许久的话 出来时正好听见小姑吹熏 就在冷地里一动不动听了许久 陶氏就有了几分兴趣 真有此事 早间五郎过来请安 也不曾听她说起 想到路间如此 说明小夫妻感情甚度 于是眼里就带了几分笑 问林几荣 难道她平日不曾听你吹过的 兴许是兴致突然来了 林几荣陪着说笑了一会儿 道 我想去铺子里看看 陶氏称道 你是劳碌命啊 才刚歇了半日 你就想往铺子里去 你三哥打理着的 你有什么不能放心的 林几荣笑而不语 只朝刘儿使眼色 刘儿便上前抱定了陶氏的大腿 将白嫩嫩的脸蛋 往陶氏身上蹭 沈娘 刘儿想去看哥哥了 陶氏当然知道 这是受了谁的蛊惑 无奈至极只好道 唉 罢了 我安排人给你跟车 早去早回 明日还要去平纪寺 要早起的 林几荣硬了 戴上面目 牵了刘儿的手 登车而去 林士全并不在铺子里 出面接待林几荣的事 林士全才聘了 不过半年多的一个年轻管事 姓某名重的 不过二十二三的年纪 早红脸 浓眉大眼 笑容憨憨的 官知可亲 热情周到的将林几荣和刘儿 领入后头雅士 亲手奉上热茶果子 告知林士全的去向 三爷不知东家要过来 往茶寺里去了 小的这便使人去寻他回来 林士全去的这茶寺 不是林几荣的 而是街边那种汇集了 南来北往客人的 普通茶寺 要打探消息 郊游客商 最是合适不过 林几荣便阻止了 卯仲笑道 我就是随便过来看看 这一向太忙 不曾与三哥说过 铺子里的事情 你把你知道的 都与我说来 卯仲忙硬了 隔着帘子站了 立在外头回话 口齿清晰 条理分明 平时稳当 说得头头是道 林几荣暗自点头 亲切地询问 他的家庭情况 听说他还不曾澄清 便笑了 是不是给你开的工钱 不够你取钱 这卯仲却又有意思 坦然道 非是东家给的工钱不高 在这里做活 但凡是卖力举做 总是多劳多得 乃是小的想寻一个 能干品证的娘子 长得不好看 也没关系 若是林士全的目光 果然不错 此人正好配荔枝 他看着还可以 改日可领荔枝 出来瞅瞅 林几荣点了点头 领了刘尔起身道 我走了 卯仲只送他到车前 笑道 小的本该送东家到路口 但铺子里门人看着 怠慢了 这是你的本质 怪不得你 别过卯仲 又去了自家的茶寺一趟 听管是秦友 回禀茶寺这段时间的 经营状况 品过新推出的几样精致点心 命人打包送回林府 去给众人尝鲜 才又领着刘尔 四处逛了几家 胭脂水粉 绸缎铺子 一直将近半晚 方才大包小果的满载而归 才到二门处 看二门的婆子 就笑眯眯地上前 给他通风报信的 四姑奶奶 姑也来了 林锦荣便命人将马车上的 大包小果取下来 吩咐归员 按照我之前交代的 把这些东西送到各房各院去 就说我稍后再来拜访 姐姐啊 我们来帮忙 那几个婆子就含笑上来相帮 林锦荣见他们殷勤 大方地吩咐豆尔 赏 又特地吩咐 连先前跟车的婆子和护院一并赏 于是皆大欢喜 刘尔趴在乳娘怀里 手里还拿着半串糖葫芦 却已经是在打瞌睡了 林锦荣便吩咐乳娘 先送她回去 柳西去拿刘尔手里的糖葫芦 这一下却又把刘尔给惊醒了 正着道 不成 出门前辞行 回家要问安 我需得与沈娘问过安才去睡 难为她年纪小小 却如此之礼 林锦荣便说了她的意 解了自家的披风与乳娘 将刘尔包起来 那便睡吧 待到了房里 我再叫你 刘尔不及说什么 便靠在乳娘肩上 昏昏欲睡 柳西芒和林锦荣解释 八姑娘哄姑娘说 是您和太太 今日不要去平纪寺 不带她去 姑娘心忧 闹到今三更十分方才睡去 今早五更天便起来了 奴婢们和她说 总是不信 林锦荣想起豆芽菜丝 见人总是黏巴巴 躲在乳娘背后的淋巴来 就笑 八姑娘也有这样调皮的时候 那是 八姑娘没有玩伴 总爱来寻姑娘玩耍的 说笑间到了陶氏的院子 林三老爷正陪着陆坚在屋里说话 林三老爷把他心尽得来的 几件小巧的古铜器 献宝似的摆在桌上 一件一件的说给陆坚听 说得天花乱坠 眉飞色舞 陆坚面上含着笑 做了十分感兴趣的样子 不时插上一句 引得林三老爷越发兴趣高涨 陶氏坐在一旁 不识不屑地撇撇嘴 林一只坐在陆坚下手 专心地翻看着手里的书 等刘儿强撑着寝官下去 林三老爷就受了脸上的笑容 摆出一副严妇的样子 来教训林金融 跑哪里去了 这时候才回来 你母亲就知道放纵你 二郎等你许久了 是女婿脾气好 陆坚赶紧对着林金融一笑 我明日要回书院去 过来送两本书给五哥 同岳父母辞行 你使人送回来的糕点很好 让人送去给你祖父母 都说不错 陶氏很烦林三老爷 立刻就同林三老爷 雨离一只石眼色 寻借口出去 留他夫妻二人说话 看着气色和情绪 明显都比在家里 要好上许多的林金融 不过是隔了一天一夜的功夫 陆坚却觉着 好像生疏了似的 有些找不到话可讲 想了想 方含笑道 刘儿那样子 乖可爱的 我看他行李的时候 都差点没睡过去 他是被八妹骗了 生怕我今日去平济寺 不带他去 昨夜就没睡好 今早五更就起了床 眼巴巴地守着我 不困才怪 哼 今日都去了哪些地方 可还好玩 在街上转了转 在香药铺里 替荔枝看了个人 又去茶寺里 享用他们新出的糕点 还买了一大堆的 胭脂水粉和绸缎不比送人 花钱花得很开心 替荔枝看人 林锦荣应了一声 他年纪不小 该放出去了 我想给他寻个好的 所以不打算在家奴里找 当家奶奶们 要巩固自己的地位 一般都会将身边得利的丫头 婚配夫家得利的管事 林锦荣既然说 不打算在家奴里找 那便是不在陆家的下人中找 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 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 但荔枝是他心肩上的丫头 他偏疼些也不奇怪 路间沉默片刻 道 嗯 你安排就好 林锦荣也觉着 他与往日好似稍微有些不同 便笑道 明日要去书院 记得把东西带齐 我早就给你收拾好了的 又吩咐过荔枝 给朱先生和师娘带的礼 你千万莫忘了 我理会的 孙寡妇那事还没断定 我大概去不得几日 又要回来的 路间脸上露出几分 真心实意的笑容来 往他跟前挪了挪 昨日回家 祖父让我见了个管事 叫寒根的 就是昨日咱们出门前 遇到的那个 祖父说 日后就让他跟着我坐实 日后你背节礼时 莫忘了给他家里背一份 这么说来 祖父是打算给你铺子管了 嗯 听祖父的意思 大概年后就会重新分过 有寒根帮着打理 我不用随时过问 只管大事 远远耽误不了什么 读书的功夫 林锦荣直觉地知道 二房定然不会坐以待毙 却不知道接下来 二房会出什么招 又该怎么应对 便低声道 这样 只怕以后你会更难 陆间眼里含了几分笑 垂眸看着他 突然捧起他的手来 声音低不可闻 苦了你 林锦荣一将垂下眼瞼 低声道 怎能突然说起这个来 我昨晚听见你吹熏了 吹得很好 我原来答应过你 闲时领你上街玩耍 却从来没有做到过 等我考上了 一定求祖父让你跟我去 你再忍忍 他何曾与他说过这个 林锦荣的眼睛突然酸了 猛地站了起来 背对着路肩 看向窗外 第263集 事件 陆间没想到 林锦荣会是这样的反应 见林锦荣一动不动地背对着他 不由很是迷惑担忧 便想转到前头 去看林锦荣到底怎么了 才刚起身 林锦荣却迅速又被转了身 总是不肯看他 你出来很久了吧 陆间直觉自己此时 最好还是不要硬拉着他 面对他 顺着他的意 也许会更好 便闷闷地道 有些时辰了 你早些回去吧 家里事多 别被人讲闲话 陆家此时正是世多之时 他夫妻二人一同离了家 全都跑到月家不回去 肯定会有人说闲话 陆间沉默片刻 小声道 那 我走了 林锦荣仍是背着他 我不送你了 我不送你了 陆间又站了一会儿 本想叫他回头给他看一眼 忠实道 你保重 好好吃药 我 走了 林锦荣没回头 只点了点头 陆间便转身走了出去 林锦荣听见他的脚步声远了 放回过头来 将两根手指按了按眼角 在榻上静坐了片刻 出声招呼丫头们进来 太太是去哪里了 明日是要去平纪寺的吧 东西可都收拾好了 陆间在院门前顿住脚 回头看了看 门帘低垂的房门 又回过头来 安静地踩着夕阳走了 次日又是一个 冬日少见的艳阳天 阳光从雕花窗帘里透进去 把屋里的寒气 驱散了几分 立志把陆间要带走的东西 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任何遗漏 封命张婆子等人 跟他把东西送出去 给等在二门外的长寿 叮嘱道 左边的藤箱里 放的是日常用的药丸 右边的藤箱里 是给朱先生和师母的礼物 到了地头 就记得提醒二爷先送过去 二爷的其他东西 都在那口大藤箱里 长寿硬了 见陆间辞过陆老大爷等人出来了 便迎上去 二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 走吧 立志带着樱桃张婆子等人 目送陆间出了门 方才转身入内 行至半途 只见吕氏身边的大丫头宿紧 笑嘻嘻地提着一只篮子过来 笑道 哟 你们这是从哪里来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荡的 立志笑道 送我家二爷出门呢 我家奶奶日常就骂我 但凡能有你半分能干 它也比现在轻松得多 姐姐说笑了 我们二奶奶也经常夸你能干的 宿紧就笑着拉了她的手 咱们呀就莫要互相吹捧了 上次我们奶奶看到二奶奶裙边 挂了个七彩双叠结 尾时精致好看 就同我讲 让我给她打两个 可我是手笨的 不会 往日里你要伺候二奶奶 是个大盲人 我也不好意思问你 趁着今日你空了 教教我呗 立志有些犹豫 素景看出来 立刻又是福里又是座医的 哎呀 好妹妹 你是要我给你行什么礼 说什么好话才敢 接着就压低了声音 你若是不想去我那边 我使人去拿了丝绳来 咱们去前头亭子里 晒着太阳打 立志正是不想去 吕氏那里乱窜 一不想领素景去 林锦荣房里 见说只去亭子里便硬了 只是特别强调 那我还有事呢 不能超过半个时辰 素景就笑 你家两位主子都不在 还不是你说了算 忙什么 便把手里的篮子 交给身边的小丫头 吩咐道 你去替我交了差 同池妈妈说 我寻素景有点事 慢些回去 然后去我房里 把丝绳送过来 立志便也吩咐 张婆子等人 都回去 英桃和贵嬷嬷说 阴冷着许多甜 趁着太阳好 把被褥 坐垫 奶奶和二爷的大毛 披缝拿出来翻扇一下 我稍后就回来 樱桃忙硬了 摆出管事丫头的样子 领了张婆子等人回去 素景看得只是笑 扶了荔枝的手 朝容景居走去 二奶奶身边的人 搁点搁的好用 樱桃回了院子 把荔枝的话 传给贵嬷嬷知道 贵嬷嬷道 嗯 我正有这个想法呢 趁着二爷和奶奶都不在 正好翻扇一下 樱桃叫上两个 刚来不久的小丫头 双幅和双拳 都来帮忙 又吩咐张婆子等人 见着日光充足的地方 树竹竿系绳子 正忙碌时 呼见李玉珍身边的 大丫头方玲进来 爷 都在晒被褥呢 桂嬷嬷小心仔细地 把林锦蓉一件 灰鼠皮大厂礼好 笑道 方玲姑娘怎么有空过来 是太太让我来请嬷嬷 过去帮个忙 桂嬷嬷忙停住手 是太太又吩咐吧 是 大姑娘不是病了这许久吗 胃口韦食不好 厨房里做去的东西 都嫌游行难吃 听说嬷嬷好手艺 做得好羹堂 太太请您过去帮忙 给姑娘做点吃食 林玉珍开了口 就算是林锦蓉在 也断然不会拒绝的 桂嬷嬷忙去洗了手 不放心地交代樱桃 仔细看好 莫让虫啊鸟啊猫啊什么的 污了东西 更注意别让风吹落了 樱桃有些嫌她啰嗦 就笑道 嬷嬷放心 我们几个就在这旁边守着 哪也不去 这么多双眼睛呢 一看到有什么过来 我们就撵 桂嬷嬷知道她一向理事 得了这话便放心地去了 冬日的太阳最是绵软人 几个小丫头坐在廊下 阴冷处闲冷 坐在日头下晒着 却又发困 双福就提议 我们抓狮子玩吧 樱桃如今也有十三岁了 平日里是连桂园 都不放在眼里的 自诩为除了荔枝豆儿之外的 这房里最管事的人 她又怎会和两个 八九岁的小丫头 玩这种孩子玩的游戏 当下就到 不玩 见双福和双拳都泱泱的 便又拿出大丫头的架势来 准你们玩会儿 那两个便笑了 掏了磨了又圆又光的 小石子儿出来 蹲在院门边去玩 正玩得高兴 忽见几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 手挽手地过来 在院门边探了个头 小声道 诶 樱桃在吗 樱桃正学着荔枝的样子 拿了个绣绷子 严肃地坐在那里绣手帕呢 听见这声叫唤 认出是平日里经常一起 咸柯牙的小姐妹 都是陆家的家生子 父母在这府里 多少都有些体面 忙出声招呼他们进来 哼 进来 那几个小心翼翼地含着笑进来 不会有事吧 原来都是知道 林锦仁和陆坚不在 趁着有空 特意来寻樱桃玩的 樱桃便去拿了些瓜子 糖果来招呼他们 哼 阿姨和奶奶都不在 就在这院子里坐坐 晒晒太阳 李智姐姐不会怪罪的 三言两语便又开始瞎扯 一个说是今早陆绍的通房贵乡 气得大奶奶动了胎起 挨了陆绍一脚的事 一个又说 陆建中的两个通房 为了争给陆建中洗脚 而翻了脸 甚至连王安家的侄儿 要去外头哪个管事的孙女 做媳妇都说了出来 樱桃正听得津津有味 呼听一声猫叫 紧接着一只猫 从院门口飞快地窜了进来 双扶和双拳立刻站起来 出声吆喝驱赶 那猫却是受了惊 自下里只是乱窜 张婆子拿了一根竹竿 抱和道 都让开 看老娘怎么收拾它 两竿子下去没打着猫 到惊得那猫 一连带翻了好几根竹竿 众人忙得不行 扶竿子的 抱褥子的 收毛皮大长的 都只恨自己 少生了几只手 樱桃见事不妙 忙起身去拦着正房的门 不要它进屋 那猫便又转身 朝着另一个方向跑 院子里的人一起吆喝驱赶 才算是把它给轰上了树 停在树上不敢下来 只是凄惨怪叫 丫头们一边收拾残局 一边幸灾乐祸地笑它 有本事上得去就要赶下来 叫吧叫吧 急死你个坏东西 怎么回事 行至门口就看到一片混乱 不由皱了眉头 严厉地看着樱桃 樱桃见它眼里冒火 心里就有些发怵 呸笑道 不知这猫从哪里跑来的 进来就四处乱窜 总算是没让它跑进屋里去 丽芝听说没进屋 脸上的绿色就少了些 丽声道 亮晒被入 为何不关了院门 樱桃便蔫了 上前小声道 他们几个来选我玩 我忘了让人关门 那几个见势头不妙 便要告辞 丽芝转身就把院门关了 给张婆子使了个眼色 又换了副笑脸 上前拉她几人坐下 难得你们来做客 借我来了便要走 我会吃人吗 双拳去倒茶 双福啊 去把前些日子 铺子里才送来的 乌梅糖和糖次金菊 各举一碟出来 给你这几位姐姐尝尝先 这几个丫头 对着笑眯眯的荔枝 就说不出要走的话来 便都挨着坐了 含着笑拿了东西吃 荔枝方吩咐一旁 坠坠不安的樱桃 守着我做什么 还不去看看 晾晒的东西 是才可否被猫爪勾了丝 可否弄脏了 樱桃突然惊醒过来 上前挨着检查过来 在一件秋香色 扫雪球皮凹子前头 站住了脚 带了些惊慌的 姐姐 奶奶奶这件凹子上头盯着的银香宝 双鱼香球坠角 不见了一个 第二百六十四集 呕病 不见了 你没看错吧 别不是拿出来晾晒的时候 掉在了箱子里 荔枝仍然含着笑 眼睛从对面几个小丫头面上 一一扫过 不会 柜妹妹有胶带 拿进拿出都要看清楚 这件衣服 拿出来的时候 是我亲自看过的 那时候还是一对的呢 一边说 看小那几个小丫头的眼神 就不善起来 到底是年纪太小 没经过事 沉不住气 荔枝眼瞅着樱桃 马上就要开口说狠话 立刻就拦在前头 笑道 兴许刚才忙乱一气 不小心扯下来 掉在哪里也是有的 不然 在周围找找 又含笑看着那几个小丫头 要请几位妹妹 帮忙一起找找 若是找不到 只怕大家都难逃干系 这银箱宝双鱼香球 若是一个 也可以买我等这种人 一个了 她面上含笑 话也说得还客气 但那关上的门 门神一样的张婆子 脸上透着利器的樱桃 无一不显露着 不客气和怀疑 虽则不是说 只要来串门子 竹子的东西掉了 就一定要算在他们头上 但总是能找得上 搜身搜屋子都是有的 与其后面丢脸说不清 不如这会儿弄清楚的好 那几个小丫头 互相对视了几眼 不计是有鬼还是没鬼 都站起来的 好 众人四散开来 都低着头在院子里找 找了约有斩茶功夫 托听得双浮喜的 在这里了 众人回头 只见双浮喜滋滋地捧了只 香了宝石的银鱼香球 在林锦蓉的小花圃边站着 道 我看见这里有光在闪动 就过来看 请就看见在这里头 樱桃就冷笑起来 哼 真是奇了怪了 这衣服晾在这边 这烟鱼却跑到了那边 长翅膀了 立志淡淡瞥了他一眼 笑道 既然找到那就好了 那几个小丫头就主动告辞 既然东西找到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出来太久 怕有人寻 立志也不留他们 只让樱桃 你去送送你的小姐妹们 樱桃铁青着脸 到底是忍住了 把那几人送出了门 转身进来 就扑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冲着双服道 别人都找不到 就你找到了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双服再小也明白 他这不是好话 当下就红了眼圈 哭着跪了下去 立志姐姐替我做主 不是我偷拿的 若真是我 让我烂手烂脚 不得好死 立志冷声道 都给我住口 这是要让人看笑话吗 带的那两个人 都住了口 收了声 方冷冷地看着樱桃 你长本事了 自己失误了 还把气撒到 旁人的头上去 要做管事大丫头 可不是嘴厉害就能做的 樱桃的脸一下子红得低些 随即眼泪啪哒啪哒 止不住地往下掉 哽咽着道 他们平日里 就专和我闲唠嗷的 好多事还是从他们口里打听来的 他们来找我 我总不能不理 我也没让人进屋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两个被子印上的 谁会想得到 立志不理他 先温言安抚了双腹和双拳两句 打发二人下去 方道 你说得不错 但你的确是错了 我说出来的 你未必记得 也未必当回事 所以你自己下去想 想好了又来找我说的 严霸命张婆子等几个人 拿了梯子 把那只猫抱下来 让人辨认是哪里养的 樱桃闷闷地哭了半赏 去找立志 起见 我想明白了 二爷和奶奶都不在 我们就该紧闭户门 不纳克 不惹事 我一开始就不该随便放人进来 更不该让他们随便摸这些东西 东西不见了 不见的就是石道的那个人 也有可能是真正偷东西的人 为了拖罪扔掉的 等奶奶回来 我就主动去领罚 这孩子七八岁就进来 也算是立志一手带大的 虽则站强 但对林锦荣是真忠心 平日做事也算聪明利索 所缺不过是磨炼 立志见他如此恳切 也就不想为难他了 便拉他在身边坐下 低声道 唉 不是我磕磕你 是为了你好 你看到的 奶奶过得不轻松 咱们的仔细了再仔细 立志一边说 一边把手里那个香饱银鱼香球 拿给他看 看见没 这东西是奶奶的陪价 上头有表记的 被人拿了去 就算是不能做害 卖到外头去 也有损奶奶的清育 早前东西不见了 你拿不准东西 是否在别人身上 贸然就做出那种凶样来 若是搜到也就罢了 若是搜不到呢 可不是一点余地都没了 日后你还怎么和他们交往 还有双福和双全 日后便是你的帮手 不能随便冤枉人寒了心的 樱桃又是丢脸又是羞愧 趴在立志怀里 狠狠哭了一大场 立志皱眉 摸缩着手里的银鱼香球 今日的事情也太巧合了 林锦荣和陆坚都不在 那边宿井刚把他路拦了去 这里贵嬷嬷就被李宇珍叫走 接着就有人寻樱桃 猫又受惊跑进来捣乱 明显就是有人捣鬼 居心叵测 得把这事赶紧说给林锦荣知道才是 当下便吩咐双全 去找方妈妈进来 冬日里的凤翅山 另有一种风采 半晚时分 站在平济寺的观景石台上 往下看去 霞光璀璨夺目 丛山层层叠叠 在雾碍中半隐半现 犹如一副绝佳的山水图 让人赞叹造化神奇之际 忍不住又生出些许感慨来 林锦荣浮在石栏上 急目远眺 任由晚风把脸颊吹得生疼 乱了发病 这人生太出人意料 他苦求之时 什么都得不到 已不在意时 却突然摆在了他面前 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更让人啼笑皆非 刘儿冷得鼻头红红的 大声提醒他 四姐姐 该走了 这次说过 不在寺里留夜的 水老先生密制的汤药 也只在暖瓶里装了两顿 陶氏生怕断药会影响疗效 便决定无论多晚都要赶回去 林锦荣便转了身 牵着刘儿的手 带着随事的下人 沿着山道下了山 陶氏与周氏等人 早在下面等着的 见他主补几个 去是冷得脸清鼻子红的 少不得责怪了林锦荣几句 周氏劝着 孩子们难得出门 不就图个开心吗 走吧走吧 陶氏方才罢了 把刘儿交给周氏照料 拥着林锦荣上了车 眉眼间掩盖不住的欢喜 哼 随则只是个中平欠 然则也是没有大碍的 慢慢养着 他总会来 林锦荣硬了 懒懒地靠在软垫上 没有一点精神 陶氏唬了一跳 别不是吹病了 一边说 一边伸手去摸林锦荣的额头 见果然是有些发烫 急得只是怪责 叫你莫要去吹冷风 你偏扭着去 这下可好了 你活该 说了又忍不住心疼 却没有其他法子 只能让林锦荣将头 靠在自己的大腿上 尽量让他躺得舒服些 从十二岁那年生了病之后 我已经很多年 不曾生过病了 算来也该小病一场了 林锦荣并不放在心上 眼看着车窗外的天光 越来越暗 忍不住低声道 娘 您还记得那一年的冬天 那天晚上下着大雪 您要去林三哥家 我不放心 死活跟了您去 那晚上好冷呢 陶氏被他勾得 想起之前的事情来 忍不住一阵酸涩 轻轻扶着他的脸道 是娘没用 让我的楠楠跟着受委屈 林锦荣撑起身来 对着他甜甜一笑 娘 倘若有朝一日 女儿没出息 还要和您一块过日子 您会嫌弃女儿吗 陶氏被他说得心里 咯噔一下 暗想道 是了 大老远跑来拜佛求签 却只是个中平前 身子又不好 难免想法多 这孩子惯常是个 狭想法都闷在心里的 虽然如今嘴巴利索了不少 但终究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许多心里话是谁也不说的了 仿似这子嗣的事情 自己就从没听他提起过 心里还不知有多苦呢 于是带了十分的怜悯和心疼道 那时自然 鸟又怎会嫌弃你 林锦荣便心满意足的一笑 安安心心躺在陶氏怀里回了家 陶氏小心将他身上的被子盖掩饰了 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这女人没有子嗣傍身 其中的酸楚难堪 百种滋味 踏实受够了 再好的男人 又能容忍多少年 方竹在林家等得昏昏欲睡 茶水已经换了很多遍 碳盆里的碳也添了好多次 眼看着外面的夜色越来越浓 他的心情也跟着急躁起来 莫不是突然改变主意 要留在山上过夜 不回来了吧 平氏扶着丫头出来 安抚他道 不着急 姑奶奶要吃药呢 无论如何都会回来的 五家五爷护送了去的 若是不来 定会使人回来传信 方竹忙起身答谢 平氏陪他坐了片刻 只听外头一层一层地传进来 太太回来了 方竹赶紧跟着平氏迎出去 却见陶氏一叠声地命令丫头们 把人扶到我房里去 我来亲自照料 紧接着 林锦荣脸蛋潮红地下了车 分明没有什么神器 却还在笑 不过是吹了点凉风 一扶腰下去就好 娘不要嚷嚷的到处都是 平氏不等吩咐 早已使人去醒水老先生了 方竹不由忐忑起来 这种时候 该不该拿着凡心事 去凡林锦荣 第二百六十五集 了物 方竹尚在犹豫间 桂园已经看到了她 方妈妈 您怎会过来 方竹只好上前去行礼 立志让我带信来给奶奶 等到这种时候还没回去 显见是有钥匙 林锦荣示意她随自己进去 却不肯去烦逃逝 非得回了自己的小院子 才回房 水老先生就已经闻讯到了 皱着眉头的 那药赶了风寒时不能吃 先停了 只好风寒又再说 开药方煎药问询 带到屋里清静下来 方竹可以回话之时 石已进二更 林锦荣将方竹地上的 香宝银鱼香球 放在灯下细看 这双香宝银鱼香球 乃是陶氏为了她的婚事 特意让人去太明府 最好的金银铺子里打造的 造型活泼 做工精致 鱼眼更是用最上等的 红宝石镶嵌的 在鱼尾处了四个小字 荣直可观 这四字与她的名字相符 谨言慎行 荣直可观 进退可渡 但凡是有点心的 得了这东西 便可以知晓是她的 二房不是非得要这东西 大概是只想要她贴身的饰品 拿了去又想做什么呢 林锦荣轻轻叹了口气 说不出的累 倘若荔枝稍微迟钝一点 这东西还不知会翻出多大的风波来 魏嬷嬷恰逢此时被林宇贞使人叫走 给陆云做吃屎 这中间又有没有什么关联 方竹见她久久不发一言 小声道 奶奶 立志让您放心 她会把门户看好 您瞧这事 要不要让二爷知道 她家里出了贼呢 当然要让她自己上心 难不成还要她全力忍下来 说什么不打扰她专心读书之类的好听话 林锦荣毫不犹豫地道 当然要让她知道 总要让她心里有个数 方竹子死里逃生之后 便恨透了二房 听她如此说 历时应道 那奴婢明日就安排人 去同二爷说到此事 林锦荣点头吩咐豆儿 安排张车送她回去 等豆儿并方竹下去了 她又坐着想了许久 扔不得要领 二房太过阴毒 谁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说不定衍生巫术也是有的 此番功亏一愧 是否会消停一段日子 贵员见她苦思冥想 记着陶氏的吩咐 不可让她太过劳心 便从一旁的多宝阁上 取了只造型粗犷的陶薰下来 笑道 奶奶您瞧 这还是当初您在青州逛雀场时 随手买的呢 太太还替您收着 动也不曾动过 薰 林锦荣突然想起自己前世莫名不见 今生被林武泄愤摔碎的那只薰 一时冷汗寄了出来 倒把药力给催发了 那时候她难得回娘家 似这种回家住上几天的事情 更是不可能 她差不多日日都在家守着 似今日这种闹剧 从不曾见过 那薰是怎么不见的 去了哪里 谁拿的 陆剑阴阳怪奇说那话的时候 分明就是已经从哪里看到了 而且是从最不该出现 这东西的地方看到的 所以她才会来问她 那时候她心里已经不信她了吧 二房是推手勿用质疑 那么陆云呢 还有桂园呢 他们都在中间 扮演了些什么角色 桂园 林锦荣猛地坐起来 直瞪瞪地看着桂园 她很想问桂园 是不是桂园借着她的信任 偷拿她的薰 其实背叛不只是从桂园 爬床的时候开始 而是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的 桂园被她看得发毛 抖手抖脚地将那桃薰放好 情不自禁地束手站好 战战兢兢地道 奶奶 有许多话在林锦荣的舌间缠绕越急越多 几乎就要忍不住冲口而出 她却只是慢慢地 一点点地咽了下去 然后闭了眼 软软地躺下去 朝桂园轻轻摆了摆手 桂园犹如才从猫爪下逃生的老鼠 刺溜一下就逃了出去 藏在外间角落里 许久方才缓过神来 竖起耳朵去听李健的动静 却是任何声息都听不见 林锦荣合着眼 侧躺在床上 任有眼泪顺着眼角流下 浸透头发又浸湿了紧疹 她无声地哽咽着 奋力拉起被子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让身上的细汗一点点地浸出来 她不能病 她生不起这个病 她要活得好好的 她一定要比前世还要活得好 在她走之前 她一定要狠狠地踩那几个人的脸 与女子而言 最要紧的 莫过于真洁与名声 可是她 输得莫名其妙 输得实在太不甘心 为什么世上会有这种人 不把别人的性命和情欲当回事 想怎么踩她 就怎么踩她 像她这样一个人 从未想过为难谁 遇事总是先退让三分 哪能和谁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 极度可以毁了一个人的理智 陆云当年大概是本身不遂一多年 想法情绪早已有异于常人 加之彼时与金家一亲 正当绝望之际 看到她与无相哭诉 又为着之前 她与无相吹勋相疑的缘故 胜了误会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挑拨声势 倘若今生 她没有让林士权与刘尔在一旁避嫌 陆云又会说出何等样的话来 她不敢想象 可是那个时候 陆坚却要命地 不曾对她提起过任何一句 关于此事的话 她但凡肯问她一句 后来大概也不至于 接着就是熏的事情 然后又是陆坚与无相翻脸 陆云让她劝陆坚与无相和好 她为此与陆坚接连翻脸 渐行渐远 不可否认 二房在这中间 必然没少做动作 可二房之所以如此针对她 欺负她 踩踏她 说到底 也不过是因为陆坚的缘故罢了 可是弃她于不顾 不信她 给了她希望 却又让她绝望 伤她最深的那个人 却是她 到死她都不知道真相 连变白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比这更窝囊的吗 从前想不通的很多事都想通了 林坚荣想哭又想笑 已经淡了很久的恨意 犹如舌毒 一点点地从心底 浸染遍全身 让她不得安宁 她迫切地想发泄 却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地方 甚至没有一个人 可以听她倾诉 她的喜怒哀乐 没有一个人 可以安慰她半分 林坚荣把被子塞进口里 使劲地咬 拼命地咬 一直咬到牙齿酸软 全身乏力 方才疲惫地松了口 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干了 她正正地看着帐顶 把手里那几把钥匙 钻得紧紧的 没有人可以像他们一样 给她力量和底气 信人不如信她 求人不如求己 豆儿从外头进来 但见桂园失魂落魄地 坐在外面的熏龙边 一脸地紧张不安 就连她进门来 也能吓一跳 不由其道 奶奶睡了 桂园被惊起 猛地回头 不知道 豆儿不由大为恼怒 语气里就带了几分埋怨 留你在这里照料奶奶 你却躲在这外头 想幸福 连奶奶睡着没睡着 都不知道 一边说 一边抬步往里走 桂园顾不得生气 剩下一把扯住她的袖子 奶奶怕是不想让人打扰 我是被赶出来的 豆儿看到她那 又惊慌又可怜的样子 知道不是装出来的 便叹了口气 怎么回事 桂园抖着嘴唇 更页着把经过说了一遍 只怕 是奶奶不要我了 她刚才看我的样子 似是要吃了一半 豆儿根本不信 但林锦荣不喜欢不信任桂园 是真的 却也明白 林锦荣既然留了桂园在身边 只要桂园不出错 就不会轻易撵了出去 少不得安慰桂园 少胡思乱想 奶奶是什么人 多半是又病又给气糊涂了 怪你自个儿不会看眼色 那时候你好不好地 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打扰她做什么 你去吧 这里我来伺候 桂园抹着眼泪 我在这外头候着 你做屋里的事 我做外头的事 豆儿叹息了一声 不再管她 掀起帘子进了礼物 账卖还未放下来 林锦荣静静地躺在床上 被子裹得紧紧地 一动不动 豆儿上到前去 探身去看林锦荣 见她紧紧闭着眼 额头的碎发 已经被汗水浸湿 好似十分不舒服 便又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打了热水进来 拧了帕子 与林锦荣轻轻擦拭汗水 小心照料不提 天边刚露出一丝鱼肚白 林锦荣就睁开了眼睛 全身都腻腻得 十分不舒服 骨头肌肉 仿佛被马车碾过一半 动一动都嫌疼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招呼就在熏龙旁 打了地铺睡着的豆儿 豆儿 去床上睡 豆儿惊醒过来 一咕噜翻身坐起 哑着嗓子道 奶奶 您好些了吗 好多了 辛苦你了 去歇着吧 把柜员叫进来 豆儿忙披了外衣 三两下将铺盖卷起 挖了袖子 准备去扶她起身 林锦荣摇头 口气坚决地道 是要全都脱病了吗 我还要留你大用 去睡 让柜员进来 话音刚落 就见柜员顶着两个大黑眼圈 衣着整齐地 提着一大壶热水进来 奶奶好些了没有 豆儿 你去歇吧 这里有我 豆儿到底又帮着 学了干净的礼仪 换了探盆 放在出去 林锦荣伸直手臂 由着柜员 帮她把身上的汗擦干 换上干净的衣裳 把头发疏顺 整理清爽 她装扮一新 行至窗前 对着窗外的晨曦 微微仰起了头 又是新的一天 第266集 破例 实际年关 陆家县面的庄头铺子总管 都会来交一年的租子和进账 年后 老太爷将会做一次重大调整 有些人的权肯定会被削 有些人肯定会被辞退 那么就有人必然会喊急 迫不及待想要证明自己很能耐 三哥 你说是不是 林锦荣含着笑 把刚分出来的茶汤递过去 给李士全品尝 李士全微微蹙着眉头 一次两次三次都输了 当然不会服气 特别是迎惯了的人 为了那一口气 也是忍不住的 来而不往非离也 不能总让他们唱毒戏 李士全坐正了身子 你说 林锦荣抬眼看着窗外那株 正开的热闹的款冬花 低声道 就从陆绍身上下手 他不是一心想胜过陆坚 证明他比陆坚 更适合管理家里的数物吗 更劳苦功高吗 咱们就让他做一笔大声音 让他在众人面前 狠狠露一次脸 就是不知道 三哥这边的人手 是否好用 这几年 我认识的人也不少了 南来北往的客人 认得也很多 不敢说是性命相交 但是互相信赖 从未背信的 也有那么几个 林锦荣就前倾了身子 低声与他说来 两寻查后 李士全起身道 我送你回去 林锦荣点点头 命守在外面的窦儿进来 戴上紫罗面目和披风 垂着头 与林士全出了 茶寺的雅间 准备从后门离去 才下了长廊 就见秦友赶来道 东家 我二爷并几位客人 在此斗茶 听说您在此处 让小的过来 同您说一声 都是平日见过的视角 一个不负一个 想起您在屏风后头 做个评判 替他们一别胜负 不知可否 吴湘这人 这一方面 着实天真不羁的厉害 他只以为 试交的情分 平风前后避嫌就够了 但他却知道 那是完全不够的 林锦荣笑了笑 他们到风雅 待我今日着实不便 你且告诉他 若真要我做评判 那便等二爷回来 连着二爷一并请过来吧 今日的课我请了 记在我账上 请管是 你替我向那几位 师兄陪礼 严霸并不停留 自往外头去了 秦友忙回去复命 无相听说 也不过是一笑 便丢了开去 林锦荣回了林府 挨了桃氏一顿臭骂 饮过汤药 被逼着吃了许多饭 方才放回房去歇息 他身上十分酸软 歪在榻上就睡着了 正睡得迷迷糊糊间 呼听的时候有动静 便闭着眼睛道 什么时差了 那人并不答话 反而把灯播得更亮了些 林锦荣觉得有意 翻转身来 只见坐在灯下 唇角含了一丝淡笑 安安静静地 看着他的那个人 不是路间又是谁 林锦荣一下子清醒过来 你怎么来了 便有些怪陶氏 怎么放他进他这里来 陆锦起身坐在榻上 垂眸看着他 听说你病了 好心了吗 好多了 若是没有那事 怕是还得病上几日 知晓了那事 是连病也不敢病了 林锦荣仰面躺在榻上 安安静静地 看着对面那张脸上 熟悉的眉眼 熟悉的表情 许久滴滴一笑 你才去两天呢 不怕先生骂你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不怕祖父和姑母 对你失望 陆锦眼睛亮亮地 看着他 好半天才低声道 所以 我是下了学后 才骑马出来的 明日天不亮 我就又回去了 林锦荣从贴身的荷包里 摸出那只银鱼香囊 来递给他 陆锦收回目光 拿着那只银鱼香囊 在灯下看了又看 我记得这是 以那件秋香色 扫雪球皮凹子上的 对不对 你怎知道 我曾见你穿过一次 当时就觉得 这对小鱼很别致 却不知道 这几个字 说着就将那只银鱼香囊 放在了他自己的荷包里 你要做什么 改日我让人给你 另做个更好的配上去 并不直接说 他想要这个 林锦荣懒得和他计较 直奔主题 你对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不进则退 是这个礼 我已让人仔细跟进 循着蛛丝马迹 找到帮凶 狠狠处置 下次再有人 要替他们卖命 总要三思而后行 就是不知 当时贵某某恰好 被方林叫过去 给阿云做吃食着礼 到底是谁 在中间运作 若是找到这个人 她又是姑母 或者阿云身边的 亲近之人 又该如何处置 姑母倒也罢了 我怕是阿云那里 陆坚步由微微皱了眉头 想了片刻后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 果然证实了 我出面去处理 不要你为难 林锦荣想到自己 那个计划 心中有些烦躁 本想说与他听 到了口边 却又不想说 只含笑看着他道 但这只是内院的事 外院已打算怎么办呢 陆坚虽明白 必须要还手 给陆坚忠和陆绍 一个教训 但一时之间 他却拿不出 什么可行的办法来 毕竟在这之前 他主要是读书 生意上的事情 接触得并不深 并不细 防御 谨慎 小心都可以 主动出击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但需要人脉 消息 财力 还需要丰富的经验 他手里堪用的人 只有陆老太爷 给的那么几个 若是他要动手 真是瞒不过陆老太爷去 但这事 他还必须瞒着 所有人才行 对上林锦荣 含笑的眼神 路见颇有几分不自在 犹豫片刻 终是坦然道 这方面的事情 我不是很懂 我去向三哥请教一下 林锦荣也就不再为难他 我今日见过三哥了 和他略微提了一下 已有空去找他吧 我出门 总是多有不便 好 我明日伴我回来去找他 路见展颜一笑 弹眼四处打量周围 我还是第一次来你 出格前住的柜房 没想到是这样子 挺雅致的 林锦荣翻了个身 侧身看着他 今日我在茶寺里 遇到了吴二哥 如何 路见脸上的笑容不变 眼睛却一脸眨了两眨 这人啊 有时候真不知道 他是不习惯了 还是有点不同人情事故 路见不再打量四周 只抬眼看着他 林锦荣慢悠悠地道 他和几个人在倒茶呢 听说我在茶寺里头 便使了其友过来与我说 请我去屏风后头坐着 替他们做个主裁 路见微微抿了抿唇 淡淡一笑 以得分茶之际 早就出了名的 却不问他是否硬要去了 林锦荣喝了一杯水 方才又道 我和他说 若真要我做评判 那便等你回来 连着你一并情 不然我是不敢的 要是再给人看见瞎说 说我不守复道 我不是要冤死 路见又眨了眨眼 从一旁的桌上 拿了根银簪子 认真地挑着灯芯 谁敢瞎说 你是什么人 我知道 他是什么人 我也知道 是不见得会真的怀疑 他与无相有不堪之举 但所谓神骄心骄 恐怕也是一根锋利的刺吧 他的清明不容任何人玷污 今生着孽缘 要断也只能由他来断 轮不到他来抛弃他 林锦荣坐直了身子 探身去看路见 米行自不会怀疑 可难保三人成虎 重口硕金 我先前还在想 若是我这银鱼香囊 不小心流出去 眼神巫术都是轻的 要是给我栽个脏什么的 巫了我的名声 我那时候只怕是百口莫辩 死无葬身之地了 路见沉默片刻 沉声道 我信你 林锦荣笑了一声 这话口是心非得多 前世切不论了 就说上次林锦出阁那一日 他那副样子 分明就是心生疑虑 却又不敢说不敢问 憋着一口气 折腾他的样子 若是再来上一次 失勋事件 多被有些人挑唆几次 可保不齐 他又照旧走了老路 路见抿了抿唇 眼里闪过一丝羞脑 你笑什么 这是被他笑得恼羞成怒了 林锦荣半真半假的道 我是在笑 有你这句话 我还怕什么小人作祟 倘若真有那一日 我希望你能开诚不公地问我 有些事情问出来 总比藏在溪里 捂烂了得好 要应付外面的事情 已经够累 咱们再来猜猜猜 我怕总有猜错的时候 陆锦荣看着他 嘴唇动了动 仿佛还真有问题要问 多半是要问他那信的事情 林锦荣一瞬间 想了好几个理由去应付他 却见陆锦终是垂了眼 好 还是不打算问了 林锦荣轻轻吐了口气 却又听陆锦轻声道 那你呢 我当然不会瞒你 陆锦便看着他 一点一点地 让开了笑容 正如春花绽放 却也不多说什么 只将他的手握在掌心里 慢慢地磨缩 许久 又将他的手捧起 在唇边轻轻一吻 林锦荣看着他 满脸的柔情 轻轻的 要是三哥给你出的主意里 会伤到陆家的根本 你会不会先软住手 陆锦抬起眼来看着他 不破 不利 第267集 触沟 陆锦忠最近很是牙疼上火 嘴里还起了几个大水泡 偏生厨房里这几日做的 都是辛辣植物 并上火的饭食 他吩咐了好几次 说要吃清淡植物 眼看着送上来的又是羊肉 由不得地怒了 一脚就把一旁伺候的通房 给踹到了地上 李宇珍这个贱人 不过才长持了家事几日 就敢给他脸色看 再联想到最近的一系列事情 越想越气 牙也更疼 那通房正起来 立在一旁不敢吭声 谁都知道路见中 顿顿离不得肉 又是不吃青粥小菜的 这要怎么办 路少背着两只手进来 给那通房使了个眼色 那通房悄无声息地 行了个礼 退了出去 路少上前打量了一番饭菜 但见虽比不上当初 宋氏吕氏当家之时 那般丰盛精细 但也过得去 最起码大冬天里 还能有菜书 心里便知不是 李玉珍的问题 也不是下头的人没伺候好 而是陆建中心中 窝着一团邪火 没处发泄 这团火 陆少心里也窝了许久 就连这几日的大太阳 也让他觉得这天也奇怪了 大冬天的不下雪 偏生这么清热 那不是让人平白躁了几分吗 但老天爷的事情 他又如何能懂得 他只能一手加额 叹了一声 父亲的牙可是还不好 不然 而让人另外给你做些米粥小菜来 陆建中瞪眼 米粥小菜也能填饱肚子的 不然开一副青火药吃吃 不吃 我还没到那地步 陆建中示意他坐下 什么事 那通房健壮 忙添了碗筷上来 又急速退了下去 陆少吃了一嘴油腻腻的羊肉 放道 这厨房的饭菜手艺 是不比从前了 哼 再有比你媳妇蠢的人没有了 不过是头发丝大小的事 也能让她扮成这个样子 还打了草惊了蛇 尽早陆顺家的小闺女 被人拿了贼装 当时就打了板子赶了出去 她竟然是半点应对都没有 这样下去 还有几个人敢替她办事的 说起这个来 陆少也没甚话可说 直到 她自怀了这胎来 总有些爱犯糊涂 那又是个惊狠的 她总是有心无力 若是娘在 你娘回不来 陆建中把茶杯狠狠一顿 抽着眉角烦躁得到 哼 都是自找的 都是蠢货 这种小事情都要我操心 她此刻正是最烦躁之时 招惹不得 陆少便不吱声 任由她去丢作 陆建中却不是个 话多暴躁的性子 也只是沉默着 把火气压下去 良久放露了一脸气容 叹道 你祖父老了 把你娘赶回老宅去 把你媳妇供起来 宁愿让一个子嗣都未能产下的小媳妇把持内宅 抓住我们的小错就不放 全部身家都要托付一个乳秀未干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黄口小儿 这是要我们眼睁睁看着陆家败亡啊 我也不知 这个家是姓陆的 还是姓林的 辛苦十几年 绝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一边说 一边又疼得捂住嘴 吸了两口气 陆绍小心翼翼地道 寒根已经见过二弟了 听说年后必要大动了 这本事早就知道的事情 陆建中并不答话 只垂着头 捡了那菜书慢慢地吃 都是儿子没本事 放着除了那种事 给父亲丢了脸 陆绍压低了声音 儿子想 不如好生做桩生意 也好将功补过 不叫祖父小看于我 我早就想过了 但眼下一记年关 又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做 父亲可知 既来二弟每日半晚 便从书院赶回平州城 第二日清晨 才又起码匆匆离去 陆建中摩索着手里的茶杯道 这个我确实不知 他不曾归家 是去了哪里 林家 说到林家儿子时 语气里不由带了几分嘲弄之意 似在笑话路间儿女情长 不是 我才听人言 便使人盯了几夜 日日都是去的黎世权那里 只中间去过林家一次 待了不过半个时辰 昨儿夜里 还请了文献成 去五丈楼吃饭喝酒 点了金奴作配 听说很是花了些钱财 哼 什么倩倩俊子美如玉 小二郎也学会玩这一套了 他要做什么 北边最近流行毛鹤做的衣裳 若是花色精巧些 再能加入织金 所值更是不菲 北墨的王公贵族最爱 咱们这边靠近大荣 最不缺的就是毛了 在青州那边 更是连小儿都能燃绒毛为限 我猜 他要不是打算开个毛织法 就是想做懒户 路径中历史捋着胡子沉吟起来 这懒户 往年不都是王家在做吗 每年这平州的毛鹤 都是王家一并收了转运出去的 他想分一杯羹 有这么容易 所以求了文献成 定是要向支线递化的 他有功名在身 得支线赏识 又有老头子之称 还可以打着大伯的旗号 他就分了这杯羹 谁又能奈他齐何 王家也不过就是 赶在见找祖父的时候 说两句酸话罢了 路径中想来想去 总是觉得有些不妥 便道 先看看王家的反应如何 他家做惯了毛鹤生意 怎可能连这点消息都不知道 还有 你要弄清楚 他要做的这事 是要向老头子证明他能干呢 还是听他媳妇的话 要悄悄赚钱 若要向老头子邀功 你就要看饭包寒根的动向 若是听他媳妇的话 悄悄赚钱 你还要看青州陶家的动向 他若真有动作 定会向陶家求援 青州的好毛鹤 比之平州 不止多了反几 王家那点算什么 自个儿赚钱倒也罢了 怕的是来者不善 就是冲着在陆老太爷面前露脸去的 若是再等再看 被他抢了先怎么办 陆少有些着急 却不敢多言 只应了道 我再使人去打听 必会做到万无一失 陆建中一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在发急 便郑重提醒道 这种事可急不得 你记着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陆少明强把心里那点 急意暗耐下去 应道 父亲说的是 是儿子急躁了 陆建中悠悠地道 被人这样破得没有退路 你不急才奇怪 你这位二弟呀 哼 上次孙寡妇那事 我算是看出来了 可不是什么善差 得着机会 就使劲往下踩人呢 若是当时 我们稍微做得不妥协 落在他手里 再想翻身就难了 那时候 我们这一大家子 可怎么办 陆少沉默下来 三方人中 他们二方的人丁 是最旺的 若则按照正常情况 来分家 最吃亏的 当输他们了 就连三方 都比他们占便宜 陆建中将手中的茶盏一扔 沉声道 所以在这几年 无论如何 都是不能轻易 把这些拱手交出去的 眼看着窗外 夜色深了 菜也凉了 便道 去吧 不许出错 若是你二弟 真的知道 这种赚钱的好法子 却要私藏 不和家里人说 那就真是他不对了 我们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 陆少辞了路建中 自回房里 吕氏笑颜颜地迎了上来 温言道 给你另外煮了鸡汤面 殷勤照护陆少做了 方笑声道 早见陆少辞家那事 父亲有没有怪罪 陆少淡淡地嗡了一声 哼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杂事情 怕什么 律师坐在一旁 不敢多言 眼睛看到一旁 视力的桂香脸上 含了几分笑意 仿佛是在嘲笑他一般的 顿时极恨交加 板了脸道 都退下去 然后靠近了陆少低声道 其实这事还有法子 保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陆少从面碗上抬起头来 什么 朱儿曾与我言 林家七姑娘戳阁时 她随同阿云去做客 曾见林家七姑娘 将那一位绣的一支香囊 送了她家族里的一个小姐妹 我这几日使人去打听过了 这姑娘叫林雪如 家里的光景并不是很好 只用得起一个老妈子 并个老仓头 想来能与人讨个惊喜香囊去 必也是个喜欢献的 怕是会经常待在身边 陆少挑了挑眉 存生一支香囊 律师比划着 韩啸花儿 浅蓝色素螺做的底儿 若真要她一件贴身植物 也不是很难 难的是都计了账 她又有了防备 这个虽然曲折些 只要做得妥当 就不会有人知晓 哼 这次咱们让她们窝里斗 吴翔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律师忙拉她的手 去摸自己的肚子 她动了 夫妻二人相视一笑 三婶娘那里 也该和她说说 二弟这样辛苦 弟媳妇又忙 难免有照料不周的时候 也该添个人 来照料一下她的 陆少一门心思 都只在她肚子里的 那一个上 不在意的道 这些是你们女人的事 别来烦我 你只记着 别再办杂就是了 律师笑眯了眼 我自省得啊 你说 她嫁进来这么久了 怎么就不见任何动静 我当时可是做床喜 陆少青条一笑 哼 似你男人这等厉害的 有几人 二弟 那是中看不中用 第268集 咬沟 陆坚把它要做的这件事 看作是读书一般的仔细 像是写字一般的 把一笔一划都拆了开来 又在心中 把它们凑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不敢说完美无缺 却是整体严谨 每天傍晚之后 她便顶着寒风 游走于书院 与平州城之间 在黎世泉的带领下 往来于灯红酒绿的酒楼 与安静清雅的茶寺间 与三教酒流的人 见面交谈 反复商讨 她的话不多 更多时候 是在听林士泉与人交谈 然后偶尔插上一句 半月下来 就算还不见二房有任何动静 她也觉得自己此番大有收获 今天她走的是最关键的一步 见的是那位 离士泉最为推崇的梅大老爷 谈话的地点 就在林锦荣的茶寺里 梅大老爷出乎她意料的年轻 不过三十左右的年纪 白面无虚 轻轻瘦瘦的 穿着打扮低调朴素 言谈举止间 自有一种雅致流露出来 一说一笑 让人如沐春风 这是个让她颇为意外的真正的商人 似陶家 吴家 陆家 这些人 虽然经商 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户 都是书香传家的 不过是更变通而已 所以矜持于身份 言谈举止都不一样 而她见过的其他的商户 气质谈吐 穿着打扮 也真不一样 似梅大老爷这样的风姿举止 倒是个患游在外的读书人 也丝毫不会有人怀疑 梅老爷坐在那里 熟忍地把弄着面前的茶具 行云流水一般地 在剑州吐豪展里 点了一个盒子 微笑着双手奉给陆坚 操着纯正的官话道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这样一个人 竟然就是叱咤青州私营雀场 南北往来若干年 胆子最大 手段最狠 手底下人最多 赚钱最多的那个人 陆坚不敢怠慢 却也不愿就此被震住 失了身份 叶尔面上带了最诚恳的笑容 礼貌做到极致 话也说得很有分寸 彼此关照 梅大老爷笑了笑 梅宝青 族中行长 自明审 陆坚便也报了自家身份 轻轻错了一口茶 盛在梅宝青的茶艺高明 说得头头是道 梅宝青听出几分兴致来 陆贤帝 却是个懂茶的 不如 我们以茶会友如何 边说边是一旁伺候的人 让人再添一套茶具来 那小丝才要动他 陆坚赶紧止住了 笑道 让您见笑了 不才会品 茶艺却不惊 精同此道的人是林锦荣 哪怕就是外人都知 这茶似是林锦荣的 许多人也都知他茶艺精纯 他也是不肯轻易 将这事说出来的 仿佛是自家有个好宝贝 生怕给人知道了 会寄予一般的 梅宝青一笑并不勉强 又闲谈几句 林士全转入正题 上次说的那事 还要拜托哥哥了 梅宝青笑言 虽则这事 只是借我一个名头 然则再商言商 我有什么好处 要请人帮忙 自然要付出代价 陆坚道 不知梅兄想要什么 梅宝青见他不预算 便也不与他打绕张 不如日后 真的开一家毛织坊 制造一些精致上等的 织金毛鹤 便宜些与我如何 陆坚当下便动了心思 看来林锦荣 与林士全这个计策 也不是空穴来风 是果然有这个前景 转念一想 不由失笑 若是空穴来风 又如何能骗得过陆建中 和陆少两个 惯常在生意场上 行走的人 梅宝青见他不语 便笑道 也不是要你贴本 到时候 你总比市价低两成 给我就是了 我要最精美的 倘若又做了懒户 略低一成也就好了 不过品质也是要最好的 陆坚的眉头一扬笑道 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 是双影 但我家生意是 浊金拿的主意 我还得过问他的意思 梅宝青秃地笑了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道 看不出贤弟 还是个巨内的 你编些硬了我又如何 反正你家开毛脂房也好 做懒户也好 都不过是骗人的 日后会不会有 都是另一说 陆坚这才看出 此人温和下隐藏的尖利 乃轻轻一笑 小弟不才 也非巨内 只不过此事借的 乃是浊金的才是 须得听取他的意见 才是正理 他是个守信爱名之人 我也是个守信爱名之人 言出必行 没有白白请人帮忙的道理 倘若日后真要开毛脂房 做懒户 便一定会兑现诺言 梅兄看作是玩笑 小弟却不敢真当是玩笑 梅宝卿笑了笑 行礼道 不期不瞒 君子之行 倒是我唐突了 如此甚好 手一挥 便上来一个管事模样的人 具体要怎么操作 你们与老方谈 陆坚却也不嫌他怠慢 与黎士泉一道 送他到茶寺门口 与那老方认真谋划起来 陆绍自从听闻 陆坚与黎士泉约了美宝卿 在此密谈 便再也坐不住 打马到了附近守候 亲眼瞧见 陆坚与黎士泉送了美宝卿出来 便悄悄坠了上去 正想上前假装偶遇 与美宝卿打招呼之际 就见王家的长子 带了两个小丝 笑眯眯地迎上去 与美宝卿打招呼 连拉带拽地 把人给拖走 他措手不及 只得扼腕叹息 却又听后头 盯着陆坚的上来禀告 大爷 二爷又送梅家的 方大管事出来了 陆绍咬了咬牙 折身回去 站在角落里 看了许久 只见陆坚与黎士泉一道 陪着那方大管事 言笑艳艳地走远了 方才咬着牙 命手下的人看清楚巨像 他自己快马奔回家中 陆建中正高高翘着脚 由着新进寿的美貌通房 给自个儿修脚丫子呢 见他突然闯进来 满脸的急色 立时就把伺候的人 给赶了下去 沉声道 如何 这几日从不见 他与饭包寒根基础 都是偷偷摸摸的 就连与美宝卿交谈 也是选在林寺的茶寺里头 林士泉白日就领着人 往周边几个线跑 到处打听支毛贺的 能功巧将 又给定谐又许诺的 是动了真刀枪了 我今早还看见 陶家一个管事来了 我猜 他大概是想吃毒食 路见中把脚丫子 塞进鞋子里去 背着手在房里夺步 只毒食 这也太目光短浅了些 那他倒不可怕了 他年后亮相 必要本钱的 这就是最好的本钱 这点小钱 比起你祖父赏识他 能给他的算得了什么 我先前不确定 这会儿却是确定了 他不会只看到那一小点 肯定是要同你祖父说的 不与饭包含根说道 怕是谁也不信 等到他说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切不可动摇 稳赚不赔了 倒是个稳重谨慎的性子 王家这几日 收揽了多少毛贺 陆绍有些惭愧 按道差点上了 陆建的当 平州城附近的一多板 都在他家手里了 昨儿又派了管事 去周边几个县 与离世权抢呢 带有陶家 在青州那边帮忙 二弟他们 照就是要胜过 王家许多的 他脸上露出 几分忧虑来 我现在所担心的 就是梅宝青 已经和他们谈妥了 陆建中的脚底板 仿佛被针刺了一下 猛得一颤 梅宝青是个什么人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 王家也在争呢 说不定还有青州那边的 大户也看上了 他又怎会轻易 应了路肩 还有机会 你赶紧放一支信鸽 让青州那边的管事 开始收毛贺 马上向法子与梅宝青搭上 也莫忘了王家那边 必要时 可以多花点钱的 反正不能让他成事 陆少见他松了口 心里终于放松下来 我马上就去办 祖父那边 路建中目光沉沉 我自会去做 你莫要管了 专心做好外头的事情 只需赢 不许输 羹生漏断 夜凉如水 林锦荣坐在灯下 把手里的账簿 看了一遍又一遍 路建安安静静地 坐在一旁 等他停下了 房地声道 如何 林锦荣抬眼看着他 慢吞吞地道 开销还真不小 但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就算是不成 也算赔得起吧 想着这么多的钱 都是好不容易 辛辛苦苦赚得来的 却要为了路家的破事 硬生生折进去 他心里就疼得不得了 一心只想要路建开口说 不管花销多少 他都赔给他 路建却指示道 这事儿必须成 也应当能成 那是肯定 林锦荣抚了抚脸 叹道 唉 这钱呀 赚的时候来得替满 去的时候真是快呢 路建敏着唇笑了笑 不然为何 这世上有钱的是少数人 是真听不懂 还是假听不懂 林锦荣暗恨 心想马上就到年底 他那珠子铺的管事 定然会送钱来 怎么也得从那里 抠点出来补缺才是 就是不知那铺子 这一年的收获 到底有多少 路建垂眸打量着他 你这些日子养得不错 我也有近大半个月 不曾回家了 他出来的时间已经够久 这两日路家 总有人过来送东西来看他 其实也就是委婉地催促他 该回去了 林锦荣便顺水推舟 那我就命人收拾一下 明日半晚归家吧 路建把手附在他的手背上 你等我来接你 陆云的病拖了许久之后 总算是好了 但因许久不曾出门 长期躺在床上的缘故 身子总是有些绵软 李宇真便使了丫头 每日正午时分 扶了他出门 去沿子里走走 晒晒太阳 活动活动 这一日 简儿和猪儿 扶着他出了院门 却不知该往哪里去 才妥的 陆云沉思片刻 马上就进腊院了 也不知道 听雪阁的腊梅 打包没有 简儿忙道 那就去听雪阁看看吧 陆云点点头 低声道 二爷许久不曾归家了吧 听说是今日回来 先去接了二奶奶 再一并归家 这会儿厨房里 正准备好吃的呢 晚上都要在 容景局里吃饭的 陆云的唇角翘了翘 慢悠悠地 朝着听雪阁走去 行至听雪阁 见腊梅果然 只是打了花苞 却还极小 怕是要再过 十天半月的才能开 便觉得十分无趣 猪儿便道 姑娘 西边那几株枇杷树 花开得正好 姑娘不妨去那亭子里 坐着晒晒太阳 看看花 您不是说 要摘点枇杷花做茶吗 奴婢取了竹竿 去打枇杷花 如何 陆云也想不出 别的消遣方法来 别硬了 于是猪儿 飞奔往前头 奔找婆子 取杆子并干净的布 简儿扶着陆云 走在后头 行至一处 假山石附近 只听有人在那边笑闹 似是争抢一个什么东西 陆云心情不好 十分嫌烦 简儿正要上前去吃散两人 就听笑闹声停了 一人道 哎 听说了吗 二奶奶此番归宁 乃是因着不会生养 所以亲家太太特请了 谁一来替她治病呢 简儿听了神色微变 正要上前阻止 却被陆云一手拉住 接着陆云便往前两步 学了个隐蔽的地方 侧儿细听 只听另一人骂道 贼蹄子 你瞎说什么 想找死呀 又不是我先编的 都这样说 她要是也生不出来 是不是也要再过继一个 会过继谁呢 呸 你要作死 别堕累我 你装什么 大姑娘与吴家亲事不成 车头至今 不得不与金家结亲 气得病了起不来身的事 是谁说的 话音未完 就被人捂住了嘴 那是我说的 分明是樱桃那小蹄子说的 快走 祖宗 陆云晃了一晃 一下子就扶住了额头 简儿忙扶住她 有心想出去 拉那两人出来暴打一顿 撕扯嘴巴 却不知陆云会如何处置 只好试探地低声道 姑娘 陆云脸色煞白 指着那个方向半张着嘴 似是想把那人拖出来发泄 却终是含了一包泪 紧紧转住了简儿的手 盘扇着往前走 她若是当时发作出来 简儿还觉得安心些 此时见她如此形态 简儿却是更担忧了 便小心翼翼地劝道 姑娘 总不能让这起乱嚼舌头的人 胡作非非 更何况 只怕是别有用心挑唆的呢 陆云死死掐着她的手腕 沙哑子嗓子道 你还嫌我丢脸不够 闹给别人看我的笑话吗 堵得住这个嘴 又能堵得住所有人的嘴 一边说一边用力把眼泪回了去 也没心情再去干什么皮泡花 转身回房 又躺在床上不起来了 简儿忙使人去把猪儿叫回来 几番想劝陆云 不见得就真是樱桃传出的闲话 但看她那样子 实在是不敢多嘴 想了想便打算去同方嬷嬷说 前脚才出门槛 就听陆云狠狠地道 你若是敢把今日这事说出去 就不要再跟着我了 简儿叹了口气 只好把这事压到了心底去 却为樱桃拎了一把冷汗不提 李雨珍正要看晚饭的菜单子呢 就听说陆云又犯病了 晚上不来吃饭了 心里担忧 少不得放了手里的事情 起身去探宝贝女儿 陆云仰面躺在床上 看着帐顶发呆 听见她来了 面上并不做出任何气态 只争着起来行礼问安 等简儿与猪儿奉了茶果 便将他们赶了出去 同李雨珍道 娘 我几日逛园子 听人说了两句闲话 李雨珍一正 猜找怕是与她犯病有关 由来就带了几分怨气 正要开口说话 就见陆云拿眼瞟着方嬷嬷 方嬷嬷会议赶紧闭了出去 陆云这才道 都在说 嫂嫂这是生养不了 三舅母替她请了神医 回去治病的 又说 若是她也生不了儿子 大房的家业 又该由谁来继承 肯定是要过忌的 过忌谁呢 李雨珍勃然变色 扒高声音道 谁说的 陆云轻轻叹了口气 示意她稍安勿躁 说这闲话的人固然该死 但我想着 若二嫂这是有病 那是不能再过忌的 这话李雨珍认同 那是当然 岂能白白便宜了他人 此话一出 她沉默了 嫂嫂还年轻 未必就真的不能生养 但总要防着 真有那一日的 若真有那一日 二房那边 肯定不能过忌 三房 她顿了顿 哥哥与嫂嫂感情甚度 这会儿年轻 大约是不会想着这些的 我们却不能 不为他们着想 我们为何如此示弱 那就是因为人丁担保啊 母亲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您还该有个打算才是 李雨珍却不再言语 只把眼看着一旁的 红红蜜蜜的探盆 陆云也不再多言 安安静静地等着 两久李雨珍站了起来 你歇着吧 今晚一家子都要去 容景居吃饭 我得去忙了 陆云体贴地道 我若是能去 便一定去 唉 算了 别去吹冷风了 出了房门 慢悠悠地顺着青石板路往前走 看着院子里掉了叶子的花木 由来生出几分惆怅 若是当年 他让陆建新生了自个儿的儿子 今日是否有所不同 但他一想到陆建新那些妖娆年轻 一个比一个会妖宠的机械 会接二连三生出无数的孩子来 然后母平子贵迅速地上位 由不得地一下子打了个冷静 坚决地把这个想法给赶走了 他对付的一两个 能对付的一群吗 变了心的男人 能只靠得上 如此甚好 林玉珍不再回想当年的事情 而是叮嘱方嬷嬷 你去林家街二奶奶回来 顺便与三舅太太说 我今日身上不大爽快 邀请水老先生过来帮忙看看 问他可得行 方嬷嬷忙回去收拾了 命人驾了马车 前往林府 林锦荣早就收拾妥当 与林老太爷林老太太等人别过 坐在陶氏房里 安然等候路间来接 陶氏舍不得女儿走 却知道留不住 只能仔细叮嘱 回去以后要把药吃好 更不要乱吃东西 水老先生开的那药 说过要连吃两月以上 既辛辣病酸冷 他就生恐林锦荣年轻任性 会不当回事 不管他说什么 林锦荣都只说是 心里只记得一件事 水老先生叮嘱过 他体内余毒未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两个月最好不要同房 听说你大表哥 今年会回来过年 但愿他们能来一趟就好了 那时候 我便又接你回来住 陶氏正唠叨着 就听外头丫头来报 太太 姑太太身边的方妈妈来了 倒是来接姑奶奶的 快请进来 方默默含着笑进来 先给陶氏行锅里请了安 在小屋子上携身坐了 碰了茶道 老奴接日来 一是奉了太太的命 接二奶奶回去的 二是要请旧太太行个方便 陶氏蒙道 姑太太有什么事 她身子有些不舒服 夜里总是潮热 那个又是时段时序的 请过几个大夫看了 吃了几服药总是不好 听说水老先生是富哥胜手 孤儿 哎呀 怎么不早说 自家人还这么客气 我这便去与水老先生说 问她什么时候有空过去 当下便打发 公妈妈过去问 阴孔方默默不知 又特意解释 这位老先生 与其他一家不同 在青州城 极得人尊敬 怠慢不得 方默默笑道 应该的 应该的 少请公默默回来禀道 水老先生说 今日晚了 她手里又在配着样呢 不如明日早上再过去 方默默此行 只要把人请到就可 并不计较什么时候去 又因着得了个厚厚的封赏 更是不计较 待得陆间赶到 便拾夺着要走 偏生今日林慎之 是与陆间一道归家的 见到林锦荣 便只是缠着不许走 非要再多说两句话才行 方默默眼看着日影西斜 暮色渐深 少不得连连催促 林锦荣这才带着 陶氏给陆家诸人 准备的各色礼物 回了陆府 荔枝早领着人 在二门处等着的 见林锦荣 荣光焕发地回来 又是欢喜 又是松了口气 趁着陆间 梳洗换衣的单口 把这段日子以来 家里的情况 简要与她说了一遍 自那日起 奴婢便马奶奶 房里的要紧事物 都上了册 邪了就点点 大太太与三太太 为琐事办了几回嘴 只没闹大 其余一切安好 路绍沉默地 打量着陆间 他直觉陆间 将在今晚 与陆老太爷 献媚妖愁 他已经动手 只遗憾的是 不曾见到梅宝卿 并与之亲谈 自与陆间 王家相谈之后 梅宝卿隔日一早 就离开了平州 不过方大管事 倒是和他 把话说得很明白 只要他的货好 便宜 就不可能不要 又隐隐说了 希望能多有几家 能织好毛鹤的毛脂房 将来能够长期合作 所以这桩生意 是一定能赚钱的 但他不能确定的是 陆间到底和梅宝卿 谈到了什么程度 彼此给了什么承诺 才能让陆间 如此的春风满面 只得意满 但这些都不紧要了 因为过了今晚 陆间先前的一切作为 都将再见不得光 吃进去的毛鹤 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吐出来 更不要说见什么毛脂房 陆间耐心地等待着 酒过三旬 陆间站起身来 执了酒壶给座中众人针灸 行至自己的座前 却不打算坐下 只将手捧了酒杯 准备开口说话 是时候了 陆少抬眼看着陆建中 父亲 陆建中含笑起身 高高举起酒杯 眼角瞟向陆间 语气欢快地道 儿子先助父亲身体康健 再有件好事要与父亲说 陆间有些遗憾地 握紧了酒杯坐了下去 哦 陆老太爷欢喜地 耸了耸眉眉 喝了一口酒 什么好事 陆建中笑道 有一桩生意 能让咱家过个大肥年 是做毛鹤生意 他看到陆建的表情 突然变了 目光闪烁 唇角的那丝笑容 也骤然消失 心情十二分的愉快 便潇洒地一指路哨 大郎 你来说 陆少先起身 同陆老太爷行了个礼 带了几分羞愧道 祖父荣炳 是这样的 前夕日子 因着那铺子的事情 宋儿心里十分难过 觉得有负与祖父的重托 简直没脸见人 郁闷之中 便应了几个朋友的邀请 去了武藏楼吃饭散心 间歇听得人言 如今北方毛鹤大行其道 特别是至今毛鹤 十分受欢迎 陆间的眼睛越来越黑 手里握着的乌木香银筷子 也轻轻颤抖起来 陆少看到他的牙关 咬得很紧 好似随时都能站起来 驳斥自己 由不得就加快了语速 苏儿便把这事放在了心上 四处一打听 我是真的 王家四处揽收毛鹤 梅宝青也在收 所以苏儿斗胆相求祖父 这个机会 不能轻易放过 陆老太爷十分感兴趣 歪靠在椅子上道 北方人 以前不是都爱丝绸织锦的吗 怎的如今 倒喜欢喜毛鹤来了 不过 这倒真是个好机会 来 你且说来听听 陆老太爷的话说完 陆间的眼皮也垂了下去 面无表情 只脸上浮上一层不正常的红晕 陆绍轻轻松了一口气 陆间已经错失良机 再开口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于是把心放定 慢慢地说讲起来 说起这毛鹤 其他地方可没有我们这边的好 但平州的毛鹤 又急不得青州的花色多 品种多 做工好 其他地方出的毛鹤 一匹要重16两 平州毛鹤 一匹重15两 青州的毛鹤 一匹却只重14两 他把这些日子打听来的事情 全说了出来 说得头头是道 条理清楚 越说越高兴 越说越顺口 陆老太爷听得双目含笑 十分满意 嗯 你这烦 倒是把功课做足了 梅宝青那里如何了 梅亲自得到梅宝青的承诺 陆少席里稍微有些不安 却知道不能在这个时候乱了阵脚 当下豪言道 已经谈妥了 他说有多少收多少 还想要咱们建毛织房 专制方圣提花织鸡毛盒 送到北墨的王公贵族那里去 长期合作呢 陆老太爷沉思片刻 道 既如此 那便做就是了 指着毛织房的事情 等过了年又再说 过年 陆少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过年 最恨的也是过年 过年对于二房来说 对于他和陆坚来说 将是一个分水线 陆老太爷有多偏心 他不是不知道 只怕他这里辛辛苦苦弄了半天 到时候组建毛织房的好事 又落到陆坚头上去了 待到毛织房建好并赚了钱 就全成了陆坚的功劳 叫他怎么甘心 陆少鼓足勇气出了座位 走到陆老太爷面前跪下去 语气铿锵有力 落地有声 祖父 求您再给孙儿一次机会 陆老太爷眯了眯眼 大郎 你这是做什么 路上未雨 泪先流 祖父 孙儿自知识人不明 害得家里折了大钱 孙儿心里一直不安 就想将功补过 不瞒您说 这桩生意乃是孙儿想了许久 寻觅了许久 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消息 为求万无一失 前前后后一直忙了一个多月 万事俱备 才敢到祖父面前开这个口 求祖父 准孙儿圆了这张脸吧 这毛质作坊 您就让孙儿来见吧 孙儿一定能把前头的损失补齐 阎爸一个响头磕了下去 额头触地不起 路径中沉默着 左看陆老太爷一眼 右看陆坚一眼 陆老太爷的手指 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着 眼睛藏在眉毛下面 神情晦暗不明 似是拿不定主意 陆坚却是紧紧抿着唇 死死盯着他面前的酒杯 脸上的红韵月声 起来吧 你要为家族牟利 做祖父的又岂能阻止你 年轻人有雄心壮志很好 二郎扶你兄长站起来 陆老太爷的语气很温和 但陆少却是知道 自己不能抗命 该做的已经做完了 必须马上听话站起来 于是不等陆坚起身上前 便主动站了起来 眼里还含着泪 真是说不出的憨厚委屈 陆老太爷突然看向陆坚 二郎 依你看来呢 陆坚的心控制不住的 一阵狂跳 他甚至有些不敢正视 陆老太爷的眼睛 那双眼睛 不管对着旁人有多严厉 对着他的时候 从来都是带着温暖和爱护的 他却要对着陆老太爷说谎 虽则他曾与林锦荣说过 不迫不力 但真的对着陆老太爷 他心里却有一个声音 这样告诉他 这是不孝 这是姑父 可他终究是听见自己的声音 冷静地响了起来 祖父是问 开毛织坊的事情 是 你觉得这作法 可开的 陆坚中与陆绍都略带了几分紧张 看向陆坚 同时心里也更愤恨 没有想到陆老太爷对他已经如此信任 这种事情都要问他 太偏心了 可以想见的 陆坚若是此时说不开 便不开了 若是年后突然想起来了 便顺理成章 又成他的了 陆坚确实淡淡一笑 声音清淡的道 苏儿自小 只知专心读书 对生意上的事情 也是近年来才有所接触 所知道的有限 并不能与祖父 二叔父大哥相比 虽未明说 却是摆明了态度 他无法提供意见 陆坚中与陆绍都松了口气 陆坚中道 父亲 若是不想开作坊 只做懒户那也罢了 若是终究要开的 还是该早些下手为强 省得到了后面 好的支将都给人抢去了 这能知毛鹤的人不少 但能知提花支金的 却不多 一边说 一边朝陆三老爷 陆坚力实眼色 示意他帮两具枪 这种场合 陆坚力从来都是个透明人 见陆坚中朝他实眼色 一时颇有些受宠若惊 可看到陆坚明显是兴致不高 满腹心事 他又晓得自己不该多言 索性垂了眼 坐在那里透明到底 屏风后 一杆女眷都停了动作 安静地听着前头的动静 律师心满意足地捧着自己的肚子 稳稳当当地坐在桌边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丫头的伺候 斜眼看着忙着伺候陆老太太的林锦荣 心里充满了得意 林锦荣的耳朵竖得高高的 眼睛却是半点没放松席上的动静 见陆老太太的眼睛 看向一叠字 滴输水晶会 历史就夹了 放在陆老太太的碟子里 陆老太太最喜欢的就是她这性子 不管外头男人们说什么话 里头女人们争什么 她总是能安安心心地把她的事情做好 当下便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温言道 好孩子 你也坐下来吃 林锦荣知她不是假意 便含笑在吕氏身边坐了下来 刚提起筷子 就听外头陆老太太 慢吞吞地道 好 既然想开 就开吧 陆绍的欢喜 隔着一层屏风都遮不住 多谢祖父 所以明日就开始筹备 林锦荣提着的心 就稳稳地落在了胸腔里 面上的表情却凝重了起来 基本没动饭菜 律师看得清楚明白 还要假意相劝 二弟妹 可好些日子没吃到家里的饭菜了 快多吃点 这可是大伯母为了你今日回家 特意安排的呢 多谢大嫂关心 大嫂一人吃两人的饭 你才该多吃一点 林锦荣只是笑 却不动筷子 却突然听得涂世道 二侄儿媳妇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瘦了些 你也说的 药补不如食补 怎么就不肯多吃点 林玉珍却是什么都没说 直接就夹了一块肥美的羊肉 放到林锦荣碗里 那表情动作就是 你无论如何 都得把这块肉给吃了 林锦荣从在座猪人的脸上 一一看过来 除了陆老太太与吕氏以外 她在图示与林玉珍的脸上 都看到了一丝不满 第271集 镜子 不会下蛋的母鸡没人喜欢 不会生孩子的媳妇 同样也不得欢心 林锦荣瞬间就明白了 林玉珍和图示 这本已消停许久 却又同时发生的不满 是从何而来 就连她身边的桂园 都能因为水老先生给她看病 而产生了那样的想法 更何论其他人呢 能够回娘家 请人看病调理身子 去平纪寺求子 这都是她辛苦操劳家务之后 得到的福利和补偿 也是陆老太爷和陆老太太 给她的体面 可是并不代表 抱孙心切的林玉珍 与图示就等的 林玉珍最需要的 是一个林家女儿 与陆坚结合生下的孩子 延续长房的血脉 让长房的地位 愈加巩固 而图示 同样也希望陆坚 能赶紧有自己的儿子 当然 图示的心情 与李玉珍是不同的 图示只需要陆坚有儿子 并不在意 这个儿子是谁生的 这种境地 是林锦荣早就想到 并有所准备的 一切都会有代价 就像是她当初的 抗婚行为 之后会成为陆坚 吸理的刺 和别人攻击她的武器一样 她不肯生那个 兴许还会悲惨 夭折的孩子 同样会成为别人 对付她的理由和武器 她想 在许多事 都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下 也许路坚纳窃的日子 也将提前到来 别人等不了多久了 林锦荣面上带着笑 低下头 安安静静地 把李玉珍夹过来的羊肉吃了 林玉珍还要再给她夹菜的时候 她便客客气气地 已在吃着中药 禁忌太多而谢绝 林玉珍倒也没做什么 就这样放过了她 一时席中人散 陆坚与陆老太爷 行礼告辞之时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她总觉得陆老太爷的目光 一直在她与林锦荣的身上打转 眼神颇有些忧郁 陆坚放下手里的书 台阴打量着 对着赵台书头的林锦荣 她觉得她今夜特别沉默 并没有计谋出城之际 该有的兴奋 烛火把她黑亮的长发 闲静的眉眼 雪白的肌肤上 蒙上了一层光影 蒙蒙隆隆 让人看不清 你说祖父是否知道了 陆坚走到赵台前 从林锦荣身后 轻轻拥住她 抬眼看着镜子里的她与她 她有时候觉得 自己离她是很近的 当两个人肌肤相亲 难分你我的时候 特别是在林锦荣 在她耳边嘶哑地喊出 二郎的那一刻 她觉得她离她是如此的近 可有时候 她却觉得她离她实在是很远 这是一种来自于天然的敏锐的感受 就比如此刻 她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却又遥不可及 不知道 但我想 她即便就是知道了 也怪不上你 若是二叔父和大哥 不贪不黑 不想害你 又怎会自动入了圈套 林锦荣也抬眼看着镜中的她和她 镜子里的两个人 发丝纠缠 呼吸相间 一样的人 一样的场景 心情却是完全不同 自知晓前尘之后 她在闲暇之时 总是越来越多地想起从前的事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不过是反复地自我折磨罢了 可她每每不肯去想 却总是突如其来的就记了起来 有时候甚至连当时的一个表情 一句话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陆坚在她耳边落下火热一吻 认真地纠正她 是我们 不只是我 林锦荣翘了翘唇角 低声道 我们 陆坚能清晰地感受到 她的声音发生了变化 近一年的夫妻 对彼此的身体和反应 也算是比较熟悉了 她一时就有些口干舌燥 放在林锦荣肩头上的手 力气就更大了些 口里说的却还是正事 阿蓉 你打算将来是做懒户 还是开毛脂肪 林锦荣端坐不动 轻声道 现在还为时过早 以后再说 此刻除了她之外 没有谁会知道这件事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这也算是重生的好处了 又沾了一回光 陆坚便不再说话 俯身下去将林锦荣抱起来 朝着床铺走去 林锦荣窝在她怀里 含着笑温和地看着她 陆坚脸上飞了几丝红 眼神越发又深 气息也紊乱起来 林锦荣只含了笑看着她动作 待到叙事待发将有成就之时 林锦荣方撑起身子来 万分抱歉 对不起 二郎 老先生说了 我这两个月用着药的 切不可同房 我刚才怎么就忘了这茶 陆坚一时正住 呆呆看了她片刻 秃得放声大笑 并不停手 压低了声音道 你这个小坏东西 竟敢哄我 林锦荣将脚曲起 蹬在她身上 不许她靠近 微微一笑 一若不限 只管来 反正身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 受难的也是我 不是你 陆坚仔细打量了她片刻 确信是真的 咬了咬牙 翻身做起 闷闷地倒 她给你吃的什么药 这么霸道 林锦荣把被子裹紧了 好整以暇地看着她 治病的药 如果吃不好 原来这辈子 都不会有子嗣了 陆坚从她眼里 看出几分 毫不掩饰的不善 便不再问 靠着床头坐了片刻 缓缓躺倒 挨着她静静 又躺片刻 突得起身的 我去隔壁睡 林锦荣只是笑 招呼丫头们 去升探盆铺床 等到陆坚出了房门 便收了脸上的笑容 看着帐顶的花纹 默默地想 这一次是不是贵缘 此番陆佳人 是要同她明说 让她来做主 过了明路呢 还是像从前一样的 偷偷摸摸 心下手为强 其实那时候 她也明白 她与陆坚 形同陌路 唯一的儿子又死了 陆家人为子嗣考虑 让陆坚收房 或是纳妾 都是一般人家 遇到此类事后的 正常之举 休要说她 没法子反驳 没法子抗争 就是邻家也理会 根本不会有人 替她出头 可他们却不屑于 给她一点脸面 先坐了 再通知她 她甘不甘心 都要接受 不是贵员 就是其他人 也许他们还认为 贵员是她身边的人 还是替她考虑周全了呢 她怎么就活成了 那个样子 明明不愤 明明屈辱 却甚至懦弱到 不敢发一声喊 只捡了全树 咽回肚子里去 装作不在乎 保持沉默 自以为保持了 一份体面 腌制那份 强装出来的体面 落在旁人眼里 岂不是与陆云如今的 强作笑颜一样 就是个笑话 林济荣坐起身来 从枕匣里摸出那一串钥匙 轻轻摸缩 被摸缩的光溜溜的黄铜钥匙 犹如一块小镜子 照出一个披头散发 面容模糊的女人 林济荣看着那个女人 眼神渐渐 变得茫然 第二日是个阴天 林雨震一早起来 就心神不宁 才吃了早饭 就是路见 你去接了水老先生过来 路间盲硬了 字去不提 林雨震见他去了 方回头看着林济荣 虽看你养得还惊喜 但人还是瘦 你还是要多吃点才是 听说你要连吃两个月的药 身子究竟如何 水老先生 可以与你细说过 林雨震的表情十分严肃 眼神冷利 唇角微微下垂着 正是许久不曾见到的 苛刻脸 轻易是敷衍不了的 林济荣真字逐句 是要连吃两个月的药 水老先生那时候和二爷说了 就是心情郁节 操劳过度 僵养僵养就好了 自你嫁起来 的确也是大事不少 小事不断 太过操劳了些 林雨震眼睛也不眨地 看了他片刻 道 你是我嫡亲的侄女 我断然没有故意为难你的意思 但你自己也要争气才是 是 方嬷嬷小心翼翼地道 太太 二奶奶 管是婆子们来回话 拿对牌了 叫他们进来 林雨震扬声回答 又回头看着林济荣 既然你要僵养身子 我便与你祖父母说 还比着你不在家的这些日子 来行事就好 你在一旁辅助我 省得累着你 其实林雨震 是以把图示排除在外了的 想让林济荣轻松一点的心思也真有 但想揽拳不放的意思 更明白 林济荣并不与林雨震争 只笑了一笑 多谢姑母体贴我 她现在不敢说 已经站稳了脚跟 最起码也不是谁都能随便踩一脚的了 谁当家都行 就不能是宋氏与吕氏当家 至于林雨震这家当得好不好 可不是她这个小媳妇该操的心 那是陆老太爷 陆老太太 该操的心 林雨震见她不争 态度由来就好了几分 我当年也是一直管着家的 一直到接了二郎去江南 才放开了手 我有时候想 姑母怪不容易的 林雨震的眼圈突然一红 立时就忍住了 挺起背脊 淡淡地道 我很好 林锦荣便不再言语 打起精神 在一旁尽职尽责地帮着处理家事 林雨震如今对林锦荣的态度 却不再似从前 从前她说什么都觉得不顺耳 现在却肯多听上两分 这正是弱者的嗜好 往往不被人放在心上 强者的嗜好 却容易被人看中 将近年关事情特别多 婆媳二人这一忙起来 几乎就没闲过 还是方嬷嬷去提醒 水老先生来了 林雨震这便放了手里的事 叮嘱林锦荣 你先忙着 我去举就来 媳妇该在一旁伺候的 林雨震摆摆手 有二郎呢 你在这里做事 也是替我分忧 言霸一副声孔林锦荣 跟上来的样子 急匆匆地去了 第272集 崩蟹 绿枝小声道 奶奶 水老先生从大太太房里出来 又被三太太请了去 这才要走呢 沙漠没有去了 说是要请他老人家 帮老太太看看 也难为他老人家脾气好 竟然是半点不悦都没有 由着太太们请过来请过去的 老先生的脾气休养 你不是不知道 从来都是顶好的 林锦荣捶眼 翻着手里的四十纪要 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波动 励志反倒没有什么话好劝他的 明眼人都知道 和服的女眷里除了吕氏以外 突然都犯了病 那不是抱着同一个目的去的吗 就是为了打听林锦荣的事情 就不知道 他们都从水老先生那里 打听到了什么 林锦荣见荔枝一脸的纠结 不由一笑 傻丫头 你担心什么 他是谁见的 谁请来的 自然是陶顺亲见来的 陶氏请来的 那便是可信之人 又岂是陆家这些人 随便就能打动的 自己是白担心了 励志便也笑起来 可转眼就又想到 他想得到水老先生是陶家的人 别人就想不到吗 已起了疑心 若是打听不出什么来 若是怀疑 总之是得不了一个好了 于是那笑容 转眼便化作了满满的担忧 林锦荣道 你找人去把听雪阁收拾一下 想着昨夜已经睡了的路间 却又跑到隔壁去睡 励志带了几分焦虑 奶奶 这个时候不妥当吧 三太太心前单独找了二爷 图示原本看林锦荣就不顺眼 这样的好机会 又如何能放过 找陆坚做什么 除了这事 再不做他想 所以当此时 就算是不能同房 也不能把人赶得远远的 叫你做 你就去做 林锦荣并不过问 图示找陆坚做什么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过不了多久 也许就是过了年 也许就是二月里 等他成亲满一年 陆老太太大概也会找路见的 有林玉珍的前车之鉴 掌房的子嗣根本拖不得 没人有那耐心去等他 励志无奈 自领了人去听雪阁打扫布置不提 林锦荣继续仔细研究 那本四十纪要 每个字都从眼中过了 却一个字也记不住 看了什么都不知道 正次懊恼间 忽听帘子被人猛地掀起来 回头看去 却是陆坚站在门口看着他 阴天里光线暗 他又刚好站在背阴处 他并看不清他的神态 林锦荣定了定神 望着他一笑 水老先生走了 嗯 陆坚快步走上前来 似是想与他说什么 却忠实不曾说出来 只在他身边坐下 林锦荣便放了手里的书 起身去给他倒茶 陆坚轻轻挫了一口热茶 便将那茶杯在手里转来转去 眼睛不时往林锦荣脸上打转 林锦荣也不说话 垂着眼继续看着书上的字 屋外的动静闹得那么大 就算是两个人想装晕都装不了 端看谁先开口又怎么开口 或者就是这般过去了 等到事情再也脱不得的时候 才又由着别人捅出来 碳盆里的碳火燃得通红 青瓷卷草纹箱炉里的笑蓝箱散发出的香味 平白比平时多了几分浓烈 林锦荣想就这样过去也好 等到陆老太太林宇珍亲口与他说道之时 又再说也行 左右他们闹这么大的动静 就是给他看的 却听陆坚突然道 你坏了香吗 浓了点 没有往日的清淡好闻 林锦荣便放了手里的书 一言不发地起身去许了香柱 打开香炉盖子 将香灰剥了盖住香片 香炉里那一线青烟 有气无力地绕着他的指尖 旋了两旋 渐渐消散了去 陆坚看了他片刻 清了清嗓子 二容 林锦荣抬起头来看着他 手里拿着的香炉盖 却是啪哒一声 砸到了香炉上 声音无比清脆响亮 颇有些刺耳 两个人都正了一正 林锦荣迅速垂了眼 反正是早就料到的 要怎样便怎样 当下便道 嗯 路间看看香炉盖子 又看看林锦荣 听到这明显带了几分火气 和不耐烦的一声呃 立刻有了数 却不说破 直到 你放心 林锦荣突然生出一股邪火来 放心什么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也放心 见他的神色瞬间变了几糟 路间挑了挑眉 语气却是随便轻快了几分 我放心什么 林锦荣不看他 盯着面前见冷的青丝香炉道 我不会做那不贤惠之人 平白误了你的子嗣 我总是会成全 但只是 谁要让我没脸 我就让他没脸 我说得到做得到 他的声音不大 但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指着图示 他还是第一次这样明白的 针对图示 屋子里一片安静 静得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许久 路间站起身来 把手里的茶盏 放在贺妻桌上道 阿蓉 你过来 叫他过去 他就过去了 凭什么总是他去将就他 就算是他当初再有不适的地方 他把一颗滚烫的心 全然捧到他面前去 就该他那样怀疑他 那样对待他吗 林锦荣背对着路间 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牙齿却是越咬越紧 前尘往事从眼前 走马蹬死的 一一过去 越想越恨 越想越不甘心 他不好过 他也别想好过 路间叹了口气 起身朝他走过去 阿蓉 我 一个我字才出口 就见林锦荣猛地转身向外 大声地喊 桂圆 桂圆 来了 桂圆急匆匆地奔进来 立在脸下 眼珠子惊慌地在眼眶里打转 奶奶有何吩咐 林锦荣一手指着桂圆 眼看着路间 他 路间眼里闪过一丝惊恶 随即突然变了脸 立声打断林锦荣的话 出去 他这一声断然不可能是对着林锦荣呼和的 桂圆怕得要死 却因为林锦荣没发话 并不敢硬承路间 左右为难中 眼泪差点没汹涌而出 留下 林锦荣带了几分得意 瞟向路间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哪口嫌弃 只他看到他不好过 心里总是要好过几分的 路间的脸色更白了几分 声音里没有了之前的力气 却是更冷了几分 滚出去 桂摸摸从帘子外伸进一只手来 牢牢抓住桂圆的胳膊 猛地就将他拖了出去 然后探紧头来 惨白着脸想对林锦荣和路间说什么 却终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只悄无声息地退出去 轻轻将门带上了 窗外风起 吹得树枝一片乱响 林锦荣眼睛也不眨地 看着雕花出漆的房梁 一直看到眼睛发酸发胀 冷着声音道 你看不上 许久方天路间低声道 你怎么做得出来 严霸也不等他回答 轻轻开门走了出去 林锦荣听到门轻轻关上的声音 全身紧绷的神经骤然放松 慢慢走到踏边坐下 随手拿起一支茶杯来 才刚放到唇边 就想起这是陆坚刚才喝过的 平白就觉得那杯子上 有股塌的味道 不假思索地就将那茶杯 狠狠地砸了出去 陆坚却并未走远 只在外间坐着的 听到这声粉碎 豆耳等人全都抖了一刀 担忧地看向陆坚 却见陆坚只是垂了眼 转身往外 才行到廊下 魏默默就扑出来 一把扯出他的袖子 低声要求道 二爷 你莫要生奶奶的气 她心里苦啊 陆坚倒是没发 桂嬷嬷的脾气 正要开口说话 就听里头林锦荣冷笑道 哼 多事 一时气得浑身发颤 用力从桂嬷嬷手里 抽出袖子来 大步朝外走去 张婆子开门 开得慢了些 她便狠狠一脚踢在了院门上 踢得院门 哐当一声巨响 张婆子吓得惊慌失措 才又赔罪 路间却是已去得远了 丽芝领着人 把听雪阁里里外外 都收拾妥当 已是黄昏 心里想着林锦荣 少不得匆匆忙忙赶回去 才进院门 就觉得气氛不一样 桂嬷嬷与桂园 通通不见影踪 只豆儿和樱桃两个 悄无声息地立在那里 少不得使眼色相寻 奶奶呢 豆儿一把将她拉出去 立在廊下小声道 也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 奶奶叫桂园进去 二爷又把人给吼了出来 后来是二爷在外头坐着 奶奶在里头砸了东西 二爷便走了 桂嬷嬷扑出来劝 奶奶又说她多事 二爷当时气得脸色都变了 狠踢得院门一脚才去的 荔枝游来想起桂园小时候 抹了胭脂在路间梳上的事 心里直发凉 连到林锦柔糊涂 却又连他 直到 那二爷此刻去了哪里 你们可有打听 先是朝着巨贤阁去的 半途又折了身 叫长寿背马 骑着马出府去了 让人看好了 二爷一回就来禀告 然后自己打起帘子 借了礼物 只见林锦柔坐在灶台前 面前金光璀璨一片 竟是把所有值钱的首饰 都铺陈开来 拿着一块金帕 在那里细细地擦拭着 一只赤金手镯 听见他进来 也不回头 你回来了 是 荔枝忍了忍 终是忍不住上前的 您倒是有闲心摆弄这些 这回可好 旁人就要称心如意了 第二百七十三集 南处 大家都称心如意才好呢 你说我不摆弄这些 又能摆弄什么 进出不得自由 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秃又换了个欢快的调子道 难不成 你要我城里总端着账簿看 看在眼里 也要在手里过一过才舒服吗 你过来 荔枝上得前去 林锦柔抓住他的一只手 把刚才擦拭的那只赤金手镯 给他套上了 眯了眼打量 好看 就仿似专替你做的一半 立志忙的 奶奶 你已经赏过奴婢两队了 林锦柔白了他一眼 借你的手带的也不长 谁说我要送你的 一边说 一边无趣地替他拔了下来 小心用绸布包裹好 放入妆脸中 不经意死地道 将来若有人提亲 你要什么聘礼 立志心里一跳 抬眼看着林锦柔 却见他眉眼间的神态 平平常常的 仿佛就是一句闲话 便想着陪他说说这些 也是散心 便含了笑道 我也不特别要他什么 只要把礼数做足了就好 重要的是人品 敬我信我 不是个软的 林锦柔继续收拾他的手势 把礼数做足不是个软的 但凡有点家底 脾气刚硬下的男子汉 都能做得到 敬你信你 哪怕是不容易 即便是信了 也要防着他突然 就不信你了 抬起头来 看着立志奄然一笑 不过你一定能遇到的 我们立志可是个好姑娘 立志笑了笑 上前去帮他的忙 小声道 奶奶 桂园 林锦柔收了笑容 垂眸不语 立志心里就有些明白 陆介又没个贴身伺候的丫头 林锦柔明显是舍不得自己的 而桂园是他们这群人里 样貌最好 年纪最合适的 又是桂嬷嬷的女儿 与林锦柔一起长大 母女的身气都在林锦柔手里捏着 正是最好的人选 除非 等着陆老太太或者李玉珍送一个过来 立志就叹了口气 她 她也这般像吗 说了这话 却又后悔了 她与桂园不过是一般的存在 不过侥幸多了几分倚重和疼宠而已 不然陪嫁的丫头能做什么 她又能替桂园求的什么情 站在什么立场求的 站在林锦柔的立场 倘若收房之事势在必行 当然是桂园比其他给的丫头好 而站在桂园的立场 胭脂桂园就不敢 那么小 就懂得在陆街面前插胭脂 即便就是现在老实了 心里难道就半点想头都没了 于是立志便也住了口 转而笑道 罢了 不知如何 奴婢总觉得奶奶是自乱阵脚了 二爷不是还什么都没说吗 您急什么 太太们也只是请了大夫诊脉而已 还没到时候呢 您怎么救 今早大太太就和我敲过鞭鼓了 她说不想为难我 别要我自己争气 可此时我在她眼里 就是不争气了 所以太太若要安排此事 就不能怪太太不体贴 就是这么个意思 林静荣把最后一只钗子 放入庄盒中 套了钥匙认真锁好 起身打了胆裙子 该去伺候太太用碗饭了 林玉珍心事重重地拿了火柱 拨着怀里的小手炉 陆云裹着见雪白的弧球 懒泱泱地歪在一旁 不时竖起耳朵去听外头的动静 才听得丫头在外头喊了一声二奶奶 眼睛立时就亮了起来 目光炯炯地看着门帘处 只见林静荣披着件 裹绿色的织紧扫雪球皮披风进来 发间朱翠点点 面容沉静 既看不出不高兴 也看不出高兴 行为举止与平日一般无二 不由按道林静荣也是个忍得住的 难笑道 嫂嫂 二哥呢 路间踢了院门 怒气冲冲出了府 谁不知道 林静荣并不隐瞒 出去了 林雨珍严厉地看着林静荣 去哪里了 不知道 听说是骑马出去的 带着长寿 林雨珍皱了皱眉头 开饭吧 不等她了 沉默地吃完了饭 陆云突然道 二嫂 我有个不情之情 林静荣抬起头来看着她 很想说 既然是不情之情 就不要开口了 但当着林雨珍的面 这话不好出口 便只是笑而不语 陆云披了跟着荔枝 站在角落里的樱桃一眼 笑道 二嫂 我身边缺个得力的小丫头 简儿珠儿年纪已失大了 过不得多久 只怕也要放出去 若是将来 我离家千里 笑容淡去 露出气容 身边没个精神得力的人 我厚着脸皮 要占二嫂一个便宜 您把樱桃给我吧 我另陪你两个 樱桃大惊 正要开口 就被荔枝给拉住了 又被狠狠掐了一把 方才强忍着委屈 把眼垂了下来 竟听林锦荣怎么回答 林锦荣捂着嘴 笑了起来 陆云心里有鬼 又气又狠 站着是在李宇珍面前 心想只要把 肯家金家 倪家千里 孤苦伶仃跑出来 林锦荣怎么也不会 拨他的面子 不就是一个丫头吗 算得什么 却见林锦荣不但不回答 反而捂着嘴笑了 由不得皮笑热不笑的道 嫂嫂笑什么 笑你不懂事 伤姑母的心 陆云气得脸都绿了 好容易才忍住了 愿闻其详 林锦荣温言道 傻云 你的陪家丫头 姑母老早就替你准备好 并调教着她 儿是娘的心头肉 何况姑母只得你 一个知情骨肉 需要说你要的这些 就是你根本想不到的 一些琐事细处 姑母也老早就替你 考虑周全了 又怎会让你没有人用 这不是伤姑母的心吗 方某某见林玉珍的表情 果然有些不自在 忙笑着道 是啊 后头尘香 丁香 檀香 木香 不都是为姑娘您背着的 过了年 便要到您跟前去伺候的 不要说这些大事 就是小到您的一块墨 一张纸 太太也是为您背好的的 陆云被说得没话讲 沉默片刻 笑道 倒是我不懂事了 林锦荣跟着道 不懂事不要紧 肯学肯改就好 若是樱桃年龄再大点 再得用些 我虽然急疼她 对她的将来 也是做了打算的 你实在要 我也给 但她年龄真小 还不踏实 你带去也不得用 所以不给了 好冠冕堂皇的理由 陆云眼皮抽了抽 笑得更是灿烂 好嫂嫂 我就喜欢她的灵力劲 你就把她给我吧 她既然用了这种方式 撒赖纠缠 林锦荣便也用 同样的方式回敬她 笑着捉了她的手 同样灿烂无比 不给不给 我就不给 好妹妹 我眼前也没几个得用的人 家里人多事多 你且饶了我这一遭 将来必然送上 一份厚礼的 这话却是给林玉珍听了 要与二房抗衡呢 更何况 马上还要同林锦荣 说正事 说大事 又怎能让她不痛快 林玉珍便开口道 罢了 爱云不要不懂事 你手里的人够多了 怎么还和你嫂嫂抢 你还未痊愈 先回去歇着吧 这事就到此结束 林锦荣不但推得干干净净 还回敬得力所无比 要讲正理就讲正理 要歪缠就歪缠 陆云竟是半点便宜都没占到 当下面上也不显 微微笑着去了 简儿扶着她走到门口 有些忧虑地看了樱桃一眼 又垂下头 轻轻转身去了 林锦荣看在眼里 少不得多了几分思量 听到陆云主仆走远了 林玉珍轻轻咳了一声 摄影房里的下人们都出去 林锦荣便知正事来了 少不得端坐其间 做工顺庄 林玉珍轻轻叹了口气 阿荣 按理 我不该这样急 但你也晓得 我们掌房是个什么样的禁地 我是个什么样的禁地 这便是开场白了 林锦荣含着笑 半点不喜的神色都没有 林玉珍从前都没腾宠过她 甚至不喜欢她 娶她不过是需要而已 前世是冤家 今生相处尚好 也不过是因为各局所需 得了平衡 事关自己的利益 当然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偏颇 有什么想不通的 林玉珍见她不言语 便道 我们是至亲骨肉 旁人不能理解的都能理解 你最该明白我的难处 林锦荣点了点头 婆婆的难处 媳妇懂得 林玉珍听她改口称自己为婆婆 而非姑母 晓得到底伤情 却顾不得那许多 知道 你放心 我不会不替你考虑 人就从你那里下 你说是谁就是谁 就是开脸做通房 等日后慢慢地又再说 有我在 没人越得过你去 林锦荣捶着眼道 按理 媳妇不敢说这话 也希望咱们大方 子私兴旺 但就怕我母亲不敢 如今尚且不到一年 林家的脸面上也不好看 她的表情温顺 语气却是铿锵有力 的确是这么个理 李玉珍挣了一挣 道 也不是这么急 我就是先和你说一声 你好有个准备 老太太今日也找我去问你的事情了 只怕 也就是年后的事 谢过姑母了 林玉珍见她又叫回了姑母 心情好了几分 柔声道 你是个懂事的 你和二郎是怎么回事 林锦荣笑了一笑 三婶娘又找她呢 图事想插手 那是痴心妄想 第二百七十四集 排解 陆间出了陆府 顶着冷风拨着马 朝着庆阳街 去寻林士泉 某仲营出来 笑嘻嘻地道 要请二爷 你往这边坐坐 再也他陪了客商 在雅街里谈生意呢 陆间也不管体面不体面 镜自往柜台后坐了 抬眼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 心里想的 却全是林锦荣当时的表情和语气 正在懊恼间 呼听脚步声和说话声 从里头传出来 林士泉含着笑 客客气气地 送了个江南口音 行商打扮的人出来 同他点了点头 送了人出去 方又折回来 心热地道 天都要黑了 你怎能跑来了 是来混饭吃的吧 陆间唇角露出一丝苦笑 我没地儿去了 林士泉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顶他往里头去 又和他开玩笑 你闲来无事 多往这柜台前坐坐 想必铺子里的生意 都能好上一场 婆婆大娘们 总要都往里头来两趟的 陆间满腹心事 也给他逗得笑了 骂道 嘴上记点得吧 夸你俊呢 怎么就不记得了 林士泉并不领他 去待客的雅士 而是领他去了 自家日常起居的屋子 吩咐小伙计 去隔壁酒楼里 送桌菜来 又爆了一坛子酒 这可是米饭 加了羊肉酿的羊羔酒 咸些日子才得的 你来尝尝 酒过三旬 林士泉就细细把话问来 怎的说 就没地儿去了 陆间给二人买了酒杯 顾左右而言他 昨夜我二叔父他们 已是与我祖父说了那事 我祖父远了 林士泉见他说正事 便也不追着问 指道 嗯 那就耐心等着了 等他们把平州青州的毛鹤 全都高价收去了 就该是他哭的时候了 阿荣是否有说日后的打算 他说日后再说日后的话 二郎 你和三哥说句实话 你们是否闹别扭了 大抵是因为林士泉性情随和厚道 由于林锦荣亲近可靠 有些事并不曾瞒过他的缘故 陆间对着林士泉是最轻松的 不同于与无相那种按理较劲的友情 也不同于与家中兄弟隔了一层的情分 他犹豫了片刻 终是低声道 是为了子嗣 林士泉恍然大悟 心里顿时盘起了小酒酒 林锦荣既把他当亲兄看 把刘儿当亲妹待 他当然要为他盘算 当下就笑着给陆间倒了一杯酒 二郎你说假板气了 陆间不承认也不否认 他可以和林士泉说应有 却不能对着林士泉诉苦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难处 与私密的事 与外人随便倾诉的习惯 那种感觉颇有些没穿衣服 人前赤身裸体的感觉 他不喜欢 林士泉漫不经心地道 阿荣过了年 二月里就满旧岁了 我想送他一件生辰礼 你替我拿个主意 看送什么好 陆间敏感 立刻就明白 林士泉这是在提醒自己 林锦荣才不过旧 六岁急什么急 当下苦笑道 可不是我急 我也不过才饮碎 似我这等年纪 多少人苦读功名 还不曾成亲呢 更不要说子嗣 只是我家里的情况 三个也晓得 林士泉见他说得明白 先就放了一半 赞同他 不是我偏帮着阿荣 你难他就更难 你不陪着他 跑出来做甚 陆间沉默下来 又一脸饮了几杯酒 放道 我当然知道 我本想去通主妇说 但我想我去说 老人家即便表面赢了 心里少不得也会怪他 所以索性不说 但凡有人要安排 也不要他为难 受了量着就是了 我不肯 谁又能把我如何 好端端的夫妻不做 加个人在中间做什么 我从前在江南 就格外厌烦 他和我都年轻 水老先生 也没说就不好了 他说得含糊 林士泉就是明白他的意思 约莫是被陆建新 那一大群美妾给吓着了 却并不就此罢了 假意试探他的道 这也是你年轻 不懂得里头的好处 穷人多收了三五斗 也还想买个妾呢 更何况 路间皱起眉头 轻轻摆手 三个莫试探我了 你觉着好 为何至今不见你身边有人 我不是太忙吗 林士泉被他识破 也不尴尬 给他倒了一杯酒 和和直笑 他与你别扭 总是你没把这些话 说给他听 你说给他听了 他又如何会别扭 他又不是个 听不懂话的 路间忍了又忍 脸上浮上一层红晕 他如何听得近 我半句话去 他 他竟要 想到林锦荣 不由分说 把桂园叫上来 只给他看的那个样子 忍不住又怒气上涌 林士泉看他的模样 晓得林锦荣 大概是做得有些过分 越发把心静了下来 放低了声音的 他若是不妥 你同我说 就算是不敢 与三婶娘他们说的事情 我也能教训的他 但若是能过得去的 你还要多让他几分 谁让咱们男子汉的心胸 生来就比女人宽大些呢 路间垂了眼道 三个说得是 我回去了 林士泉没听他把话说完 如何肯放他走 一心就想做那和事老 把他心里的疙瘩给散了 男子汉大丈夫 说半句藏半句 烦也烦死了 路间却是坚决不说 其他事倒也罢了 这事我自己能解决 就是没个人说话 想和三个说两句 线下已经好了 果然从一旁拿了马鞭 又抓起披风 出门去喊长寿 林士泉见留不住 又见他带了几分酒意 只好把长寿喊了 在一旁低声叮嘱了几句 又上前去派着路间的肩头的 唉 他总是最委屈的那一个 你多让着他一些 他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 怒气上头的时候 固然是凶 但最是心软不过 我省得 严霸翻身上马 朝林士泉摆了摆手 我回去了 林士泉一直看他没了影子 方折身进了铺子 路间带了几分酒意 回想着林士泉的话 一心就想回去找林锦荣 与他说分明了 谁知马儿行至街口处 却见一群人歇一怒骂 笑闹着奔奖过来 当先一人眉眼飞扬 远远就大声招呼他 二郎 你从哪里来 许久不见 确实无香 无香近来是越来越张扬了 路间见他身后 跟着几个都是些好吃懒做 风流贪玩的视角子弟 心里就有些不以为然 含了几分讥讽 笑道 你这又是从那里来的 够忙的 吴香只是笑 韩二郎 你不是一心想赢我吗 我贪玩耗耍 不正是你的机会 一边说 一边扯住他的缰绳 引着他跟上自己 走 前头有人新开了家酒楼 听说每天摆正时分 进店的人就得一面银棋 咱们不要谈那烟棋 也去看看热闹 路间才不想跟他去私混 只想回家 奈何被那一大群人 纷纷拥上来 前后左右地簇拥着 嘴里纷纷叫嚷道 诶 洛尔哥不许推脱 也别说是想回去读书做正事 其实是怕二少拿了扫手打吧 吴香在一旁笑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 才吃过路二嫂请的茶果 就在这里红嘴白鸭编排人 拿人说笑 诶 平日里谁不说笑两句 难得见着他 他要再不与我们一戳 都要淡了这情分了 那群人只是不肯放路间 路间无奈 只好跟着他们一道去 进了那叫做福德楼的酒楼 但见里面珍珠门帘 锦绣门廊 灯火辉煌 丝竹声说笑声响成一片 又有浓妆艳抹的妓女 穿插其间 毫不热闹 进门就有吴香的小丝 出声招呼缠饭 诶 整着一桌上等席面来 务必惊喜些 众人历时被带到一处 安静清雅的格子里坐下 接着就有两个容貌端正的妓女 抱着琵琶过来行礼问安 吴香便是他人做了 哼 有什么拿手的曲子唱来 若是唱得好了 有重赏 那两个妓女 见她一众人 各个衣着光鲜整齐 神情居傲 又有小丝长髓跟着伺候 心知都是富家子弟 少不得拿出十二分的精神 殷勤伺候 您长得那个叫弯弯的笑道 奴家还有一个好姐妹叫巧巧 吹得好笛子 大爷若是不闲 好叫她出来揍一拳 吴香就笑 叫来叫来 路见皱眉道 隔下日子不见 你怎能成了这个样子 家里长辈们也不管管 吴香回头看着她笑 我又没耽误学业 这般日子也不多 想与友人结交 多数还是去阿荣的茶寺里装风呀 若不是她家新晋开张 名头响亮 他们又都窜逗着我来 我也不会来此 但既然来了 便要放开了玩 何必扫人兴致 一杯酒下肚 笑着拍了拍她的肩头 哼 二郎 我是早就想清楚了 人生苦短虚尽欢 你也莫要拘着了 平白把自己弄得 这样一脸的苦相 你小时候也不是如此 如今真的越发古板了 路见被她说得一愣 不自觉地就往上 叫了叫唇角 吴香看得一笑 拉着她说得越发高兴 哼 我就不信 这种场合你没来过 将来难道又免得了的 你也别怕阿荣 她心里自有沟河 不是那种没眼色的女子 断不会和你胡搅蛮缠 路见微微皱眉 不与她说林锦荣如何 只正色道 应酬我认得 我是怕你迷了方向 没了轻重 吴香一正 微微笑了 你倒是个良善的好人 我有数 第275集 香囊 不多时 韭菜上齐 那叫巧巧的妓女进来 失礼问安过后 果然持了笛子 吹了一曲装台秋思 技法不敢说很好 但似她这等 酒楼里卖唱陪客的妓女中 也算极不错了 加之平头正脸的 看着也还顺眼 众人就图个乐子 少不得叫好捧场 纷纷拿了钱财打赏 吴香见路见听曲儿时 表情认真 仿佛就真是来听曲儿似的 不由有些好笑 他这种认真的劲头 故意惹他 指着那巧巧的 哎 你过来 我们这位陆二爷 也是个善于吹笛的 你们来比试比试 谁的记忆更高超 一群人便都痴痴笑将起来 那乔乔果然喊了笑 凑过来 挨着陆间坐了 柔弱无骨的 往他身上靠过去 陆间忙往旁边一闪 耳根就红了 吴香笑的打爹 恶作剧的心起来 扯着陆间不放 只是朝那乔乔地 眼色 真不会伺候 陆二爷胜你气了 还不为他一杯陪醉酒 哄好了 也才好赏你啊 众人顿时起哄 倒酒的倒酒 拉人的拉人 硬生生把陆间按着 让那巧巧挂了陆间一杯酒 那巧巧爱极了陆间的样貌 又想讨其他人欢心 少不得百般示好 尽力施展手段 未来依趣 想得陆间一个好字 谁曾想陆间猝不及防 被挂了第一杯后 第二杯却是再不喝了 脸红脖子粗地正到一旁 任由众人怎么嚷嚷 也不肯相让 只看着吴香的 要开玩笑也开够了 你明知我不喜欢这个 还要再来 我就要扫你们的姓了 吴香晓得她的性情 便也见好就收 拍拍手 示意那巧巧退下去 叫她姐妹三人 在一旁吹拉弹唱 他们自说他们的话 是他们的久不提 过得将近一个时辰 众人酒足饭饱 都有些醉眼昏花 不成形状 吴香起身去了一趟茅屋回来 笑道 都尽兴了吗 散了吧 忽见一个小司机来道 啊 门口有个杂役 倒是是才有人 在茅屋前捡了香囊 请问爷们 可有谁掉了香囊 众人便都看向吴香 哎 刚才去茅屋的人只有你 可是你的 吴香一摸 点头道 果然我都不见了 众人纷纷讥讽他 哎 说我们醉了丢东西也就罢了 你不喝酒的也成这个样子 哼 真是笑死人了 也是你运气好 遇到一个不贪念的 那瞧瞧就笑道 诸位爷有所不知 东家早就交代过了 但凡有客人在堂子里掉了东西 又被我们店子里伺候的人捡着了 大可放心 一文钱也不会少 说话间 小司捧了只香囊进来 却是个浅蓝素螺 绣韩啸花的精致香囊 那韩啸花用的象牙黄丝线绣花瓣 红紫色丝线绣花晕 配色十分清新 绣工更是精细 吴香还未开口 就被人匹首夺了过去 提着那香囊晃悠给众人看 笑话他道 哼 吴二 你竟有女人的东西 哟 这绣的含啸花呢 哼 说吧 是谁给你的 陆坚原本只笑看他们戏弄吴香 眼神飘过去 笑容一下子就僵在了脸上 这含啸花他再熟悉不过 从林锦荣的抹胸 罗袜 再到日常用的金帕 经常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由不得的就转紧了拳头 把目光落在吴香的脸上 吴香油自不绝 只觉得自己掉了香囊 也有人捡了香囊 还恰好地把这送到自己面前来了 有这么巧的事情 真是好玩 哈哈一笑便起身去抢 哼 你让我说我就说了 即使人送我的 当然不与你等说 快拿来 饶你不死 那人本是浪荡惯了的 酒劲上头只是吊着不给 非得逼着吴香 说出是什么红颜知己给的 吴香只是和他嬉笑玩闹抢夺 陆坚的心头一阵烦躁 觉得吴香那张脸 怎么看怎么可恶 让人实在是想一拳挥上去 再踩上两脚才结痕 好容易才忍住了 手却是微微抖了起来 吴香却突然觉得没意思了 往椅子上一靠 慵懒得到 实话告诉你 并不是我的 你愿意拿着就拿着呗 当心里头装着个罗煞恶鬼 半夜起来掏你的心吃 众人就嘲笑他 满屋子的人 就你说掉了东西 还恰好就是一只香囊 此刻就不承认了 你又没喝醉 谁信你来 还罗煞恶鬼呢 你失了这东西 才要被那涂脂抹粉的 罗煞恶鬼掏了心吃 那人提着香囊 抖着肩膀道 啊 我好怕呀 就见陆坚飞快站起来 手一伸就把东西捞了过去 众人一片虚声 都说他两个好 陆坚肯定知情 帮着掩盖来了 陆坚飞速把东西 往袖里一揣 淡淡一笑 这东西是我的 是我先前吊的 喝得多了 竟没发现 吴湘亚一回头 见陆坚脸上在笑 眼里却是半点笑意全无 看也不看他 由不得就收了笑容 起身道 哎 都散了吧 众人便嘻嘻哈哈地散了 陆坚翻身上马 吴湘从后头赶上来道 二郎 陆坚回头看着他 眼神晦暗不明 用十分肯定 不容辩驳的语气道 这香囊不是你的 这种眼神和语气 吴湘愣了一愣 玩笑话咽了下去 正思道 当然不是我的 是他们弄错了 还要再说话 陆坚却已经狠狠 抽了胯下的马一鞭子 顶着冷风往前头去了 吴湘不明所以 却是不好追上去 一探究竟 用马立了片刻 摆了摆头 催动胯下的马 慢吞吞地自往家里去了 陆坚一口气回了陆府 把鞭子和马全都扔给长寿 快步往里走 行至亮堂无人处 方停步取了那只香囊细看 确信不曾看错 果然是他看惯了 记在心头的含笑话 他打开香囊 但见里头装的是一小树 用七彩丝线扎成的头发 还散发着悠悠的冷眉香 他磨了片刻 轻轻将香囊结好 慢慢走到被封无人处 立了许久 前前后后想了几遍 方朝着他与林锦荣的小院子走去 张婆子听见门响 打开来见识他 由不得地就笑成一朵烂菊花 哎呀 二爷您回来了 陆坚淡淡点了点头 张婆子便松了一口气 掩蓄着他的表情 试探着 小心翼翼地 朝着里头喊了一声 二爷回来了 桂妹妹等人忙迎了出来 接披风的接披风 提鞋子的提鞋子 打水的打水 无比殷勤 陆坚没看到林锦荣迎出来 由来又多了几分 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 却也不问 只不时往里屋的门帘上看 众人都看出他的意思来 只桂园藏在一旁不敢动 更不敢言 樱桃忙笑道 奶奶有些疲乏 先洗了进去了 陆坚便点点头 示意他们都退出去 自己借了礼物 林锦荣坐在照台前 丽芝边给他梳头 便小声劝他 您就和二爷说句软话吧 心前是您太急躁了些 林锦荣不言语 只盯着镜子 昏黄的铜镜里 陆坚立在不远处 默默地看着他 丽芝匆忙将林锦荣的头发 挽了个坠马迹 用根塑银簪子固定好 悄无声息地 给陆坚行了个礼 退了出去 顺手把门关上了 陆坚动了动 滴滴喊了一声 阿蓉 林锦荣沉默片刻 站起身来回头看着他 他本以为他今夜 不会再来这里 只会直接去听雪阁 陆坚紧紧转着那只香囊 看着林锦荣低声道 早前 是我没和你把话说清楚 林锦荣的眼睛闪了闪 没有说话 路间践踏的神色 不似早间 话也利索起来 我是想和你说 我总会护着你 也不要你为难 他们和你说什么 你都只管硬下 别和他们顶 其他的事我自会处理 我们还年轻 你尚不满旧 我才隐 来日方长 我不急 你也不要急 我不急 我只是怕人 在背后捅刀子 林锦荣翘了翘 唇脚 侧了脸道 但不地如何 明年三月以前 我都是不会松口 也不会顺着谁的 谁要逼我 就是打我的脸 路间一时无言 想了想 慢慢举起手来 摊开掌心 把那只 已经被细汗 浸尸的香囊 放到他的面前 挤出一个笑脸 你不肯 我也不肯 那就更好了 我们不要为了 这个身份好吗 他们 出手了 果然真的来了 林锦荣的心猛的一顿 顾不得早前的事 皱起眉头 接过那只香囊 里外仔细看过 叹了口气 抬一眼看着路间 坦然道 这是我做的不假 但里面的头发 却不是我的 你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又是一个什么场景 知道不是你的 路间顿了顿 一脸平静地 把经过说了一遍 指引了那几个妓女 做陪调笑的事 最后道 你查一查 把缺口给堵住了 又是无香 果然是无香 他上辈子就是葬送在这上头 路间那时候阴阳怪气 到最后也没把话说清楚 此刻还好 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到底能把事情经过 都和他说清楚了 但若不是吕氏 苟急跳墙 弄巧成拙 让他有所警醒 提前警告过他 这次他又当如何处置 他从前怀疑他 不信他 如今呢 案里是否照旧不信他 一伙疑他 林锦荣看着路间一笑 你不怀疑 是我巧言令色 借着有人捣乱的机会 掩盖丑行 路间眨眨眼 怎么会 林锦荣加重语气 你就一点都没怀疑过 我自然没有 路间皱着眉头 不高兴地飞快回答 你怎能如此说自己 我又如何会这样看待你 你怎能就不信我 口是心非 林锦荣根本不信他 半点疑虑都不曾产生过 更何况 他确确实实就知道 他曾经不信他 知道他就是这样 看待过他的 林锦荣淡淡地道 你不信是对的 这么蠢笨的手法 会被蒙蔽的人 不是小肚鸡肠 就是蠢驴一只 韩笑话 我的好多东西上都有他 我是吃傻了 蠢死了 才会拿这样打眼的东西 去做这种事 一边说 一边又愤恨了 前生他那对古勋 同样是打眼的东西 他怎么就半点 没生疑虑呢 他难道就生了一张 该被怀疑和发蠢的脸 还是他就是那么 顾忌无相 路间眨了眨眼 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然后露出一个笑 遇上前去扶林锦荣的肩头 他才一靠近 林锦荣就闻到 他身上的酒味和脂粉味 再一看 就看到他领子上的 一点胭脂印 游来一阵恶心愤恨 猛地将他的手一拨 道 实话与你说 休要说我根本不屑 做这种避丑事 我便要做 也不会送这种东西 怎么也得再精致特别些 让人见了也认不出来 更不至于轻易就给你看了去 得了去 什么叫他要做 要更精致特别些 就算是生气发作 也不得如此口无遮拦 露间脸上刚露出几分欢喜来 就被林锦荣这一说 便又把脸崩了起来 生气的道 胡说什么 我说什么了 旁人这样踩踏我 就不信我辩解两句 林锦荣看着他那样子就来气 更觉那点烟红刺目 恶心极了 便将那香囊 狠狠地往地上一砸 一脚踩上去 狠狠碾塌撒气 这种香囊 我做过五六个 这颜色的是一对 都送了五妹妹 此番如何会到这里 我怎样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什么恶心巴拉的东西 什么恶心巴拉的人 也敢拿来捂了我的眼睛 露间觉着林锦荣最后那句 恶心巴拉的东西 恶心巴拉的人 仿佛就是专指他的 他就想不明白了 他又没有部分青红皂白 就对着他发作 而是好好同他商量分解 他委屈可以 怎的如此不讲道理 不依不饶 想要开口说话 又发现自己 真是接不上他的话 再说怕是只有 吵得更厉害的 便只是走到一旁 坐了下来 林锦荣见他不答话 垂着眼 痴痴地坐在一旁 自己也觉得没意思 更知他为何不曾对自己 看似不讲道理的举动 没有发作 而是默默地忍了 他心虚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的确怀疑过他 或者说 小心眼的确发作过 犀利暗暗冷笑 自往床上躺了 并不似往常那般 主动伺候他 惯喜快意 陆锦荣等了片刻 见他不再说话 仿佛睡着了似的 便捡起那只 被踩得不成样子的香囊 清了清嗓子 我把它烧了吧 林锦荣忍不住回头挑眉 烧了 烧了还怎么查 化财出口 就见陆坚拿眼瞟着他 知他是故意的 便闭了口 陆坚见他开了口 便走到他身边坐下 那你收起来 总不能这样 不明不白的就算了 现下咱们为了这个吵 不是更如他们的意了吗 他主动求和 林锦荣瞬间心念千回 怨恨不怨恨 却更明白 此时这气 想痛痛快快地撒出来 是不可能的了 当下最要紧的是 过了面前的难关 于是神色不软 反倒更凶了两分 坐起身来 指着他的衣领道 远些啊 你是故意恶心我的吧 陆坚不明所以 扯着领子一看 眼里反倒露出几分欢喜 随手将那香囊 扔到一旁 伸手去拉林锦荣的手 阿荣 我没有 林锦荣哼了一声 却也不缩回手 陆坚见他不缩手 便又往他身边近了近 是吴湘干的好事 一边看着林锦荣的神色 一边把吴湘 如何挑唆巧巧 与众人灌他的酒 没了还贴了一句 他说应酬而已 你是个胸中有秋鹤的女子 不会与我胡搅满缠 林锦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别进退到他身上去 阮玉温香爆满怀 胭脂都染到衣领上了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你怎么证明 风水轮流转 也有他问他怎么证明他清白的那一日 陆坚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若不信 可以问长寿 林锦荣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 拨弄着手指道 我不问 我丢不起那个脸 没得传到旁人耳朵里去 说我管得真宽 连男人在外头的事都要管 陆坚咬了咬牙 你不信 就去问吴香 林锦荣斜眼看着他 我哪里还敢与他说话 再说 你不怕被他嘲笑 路间沉默片刻 你和我过日子 只要 只要你心里有我 就算被他笑两句又如何 我不会去问他 你说没有 我就信你 信任是相互的 光靠一个人做不到 前生他信他 他却不信他 今生即便他信他 他也不敢信他了 林锦荣尽力把语气放平和 我想问你的是 你刚看到香囊的那一刻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次是他们泄露了马脚 我提醒过你 倘若不曾提醒过 你当如何 当时在你心里 是否先就怀疑我了 若是同样的事情再来几次 手法更精妙一些 你是否还信我 我就想听一句实话 但若你不想说 就不要说了 也别说谎 你骗不了我 路间垂眼看着他 交替着放在锦背上的葱白玉手 半赏方机不可闻的道 我一直都很想超过他 梦里都想 甚至于忌妒 但这话他是真说不出来的 他没有点明话里这个他是谁 也没有就林锦荣的话 正式回答他 但林锦荣却知道他指的是谁 更知道他当时的确是忌妒 并怀疑了 心里五味杂沉 叹了口气 他是你的好朋友 他虽然狂妄 有时候也很不顾人情事故 只顾自己快活倡议 但对你一直都不错 也没有对不起你 路间的耳根有些发红 嘴唇动了动 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根本不能把藏在心灵深处 最隐秘的东西 对着他说出来 便匆匆起了身 我先去换洗 林锦荣不再逼问他 轻轻躺下 只听得屏风后头 水声一直响了不停 许久 路间方走了出来 吹灭了灯 轻手轻脚地 挨着他躺下 林锦荣心绪万千 总是睡不着 路间在他身边 安安静静地躺着 半点声息全无 他忍不住想 男人到底是比女人心宽的 今日发生了这么多事 他却照旧睡得香 确定路间轻声道 阿蓉 这事虽不能大张旗鼓地查 却要背里仔细查探 弄清楚了石墨 再一并报给祖父知道 断不能再任由他们为非作戴 胡作非为 我明日就写信去问五妹 你从福德楼那里 倒着查回去 林锦荣咬着牙道 倘若被我查到是谁搞的鬼 我要杀了他才能出了这口恶气 路间探手搂住他 说傻话了 你去杀 又能杀得过谁 林锦荣打了个哈欠 知道你不信 我杀不过 拼着这条命 却总能让他身败名利 我信 但为了这种事 丢了自己命又有什么意思 路间顿了顿 低声道 阿蓉 我想和你好好过日子 过日子不是只会想就行的 他亲眼看到他们的小日子 怎么被琐事和日积月累的怨愤 给消磨成了一把锋利的刀 伤人又伤及 我也想好好过日子 但这日子真不是好过的 剩下左右前后的算计 心肠一次比一次更恶毒 是想要我的命呢 其实他们算计的是我 你不过是遭了迟鱼之痒 你放心 我总给你一个交代的 那我就等着你了 次日清晨 立志剑林锦荣与路间 又恢复了正常 由不得地大大松了口气 手脚利索地把早饭摆好 问路间 二爷饭后是要出门 还是要去听小哥读书 去听小哥读书 但我要先陪你们奶奶 一起去给长妹们请安 这样好 也叫那些想开热闹的人 好生看看 立志的心情越发得好 捧了一碗汤药过来 朝路间拭眼色 路间忙接过去 递给林锦荣 笑道 阿蓉 先喝药 林锦荣看了他一眼 见他眼里满满都是喜悦和期待 吸一缩 垂眼微微一笑 接过去安静地喝了 吃完了饭 樱桃利落地捧了林锦荣 随身要用的金帕过来 要伺候林锦荣出门 林锦荣壮丝不经意地道 这些日子 你就不要出门了吧 在屋里跟着你立志姐姐 好好学管事 摸摸性子 随后朝着路间一笑 也不知阿云是怎么了 突然就开上了这小丫头 非得当着姑母的面 又拿两个人和我换 我舍不得 她就说我不疼她 幸好姑母管着她 陆锦荣看了她一眼 我总不会背着你应了她就是了 林锦荣心埋一足 樱桃的眼圈却是红了 感激地跪在地上 去服侍林锦荣 换出门穿的小鹿皮靴子 第277集 得意 林锦荣看着陆锦 语气颇有些不善 听说你昨夜回来得挺晚的 去了哪里 陆锦荣与他相处多年 自知他这是要发作的前兆 却不知他何故突然露出这种神态 便含糊答道 循林三格说了些证实 在街上遇到几个市郊 便去了新开的福德楼吃酒说话 林宇珍心里 却是记着林锦荣昨日告诉他的话 图事想插手管陆锦房里的事 这是他坚决不能容忍的 所以看着陆锦都是十分不顺眼 只这话不能明白说出来 便只借机发作陆锦 好不容易才回家 就只知道和你媳妇生气 外出做正事也就罢了 却还总和一群什么人吃喝玩乐 明年秋天就要赴经应试的 你待要如何 林锦荣心里暗爽 垂着眼装聋作眼 陆云在一旁听见 忙笑着劝道 娘 哥哥哪里是那种人 从来都极有分寸的 也很少和人一起出去玩 是将有人 总不能不来往 你懂什么 他正经地交往我 什么时候又拦过他 林玉珍白了他一眼 不客气地对陆锦道 把你祖父安排给你的事情做好 把你的书读好 其他事情 自有我和阿荣替你安排 休要辜负了你祖父母和你父亲 还有我的期望 是 林玉珍便端起茶来 慢慢地吹 你父亲的年礼 马上就到了 想必里头也有督促你的信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时训话要结束了 林锦荣适时笑道 姑母 米行昨日就不曾去给老太太请安了 林玉珍现在并不为难他 便给了他这个面子 去吧 早些请了安 也好早点做事读书 和你们祖母说 我等理完家事 才要过去伺候他 心里却在盘算 要怎么收拾图事一顿 好叫他知难而退 晓得这事 可不是他这个沈娘能插的手的 总是认不清身份和形式的人 不值得人给脸 是 林锦荣含着笑 与陆云打招呼 阿云是否要和我们一起去 陆云的目光 从他和陆坚的脸上 打了个来回 微微一笑 我怕老 等五坚暖和些又再去 殷勤送拿夫妻二人出门 语重心长地同陆坚低声道 哥哥 以后再莫要和我嫂嫂生气争吵了 就这样多好呀 林锦荣一阵恶寒 寒笑看着陆坚道 看我们让妹妹都跟着担心了 陆云软软一笑 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 我当然是盼着你们好的 这样我将来便是去了远处 稀里也踏实 陆坚安抚地朝他笑了笑 天冷 风大 快进去吧 二人走出去老远 林锦荣回头去看 但见陆云还在那里站着 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方向 便朝陆云咧了咧嘴 回头同路坚道 阿云这事是定下来了 想来父亲的信随着年礼就到了 那边去打听的人 约门年后已经回来的 不会有大变动了 我们总得送他一份像样的礼 陆坚虽然挨了李玉珍的训致 心情却不差 带了几分兴致笑道 你打算送他什么 林锦荣不直接回答他 反问道 一定早就有打算的 你打算送他什么 他喜欢弹琴 我给他学了一张好琴 另外让柱字铺给他 备了一盒子好珠 你觉得够了吗 林锦荣听了他这话 心里更有了些数 笑道 我是做嫂嫂的 多嘴怕你这个做哥哥 说我舍不得 你觉得够就行 我是总要单独送他一副 金头面才过得去的 荔枝轻轻咳了一声 大奶奶和大爷过来了 紧接着就见陆绍牵着浩郎 身后素心与桂香 一左一右 小心翼翼地扶着律师 一家子其乐融融地 从另一边走了过来 眼看着就要碰头 林锦荣与陆坚 便都同时占了笑容 迎上去见礼 陆绍笑呵呵地打量他人 热情地道 这是要去和祖母请安 二弟 你许久不曾跪家 改日我们兄弟俩 浅着一杯如何 陆坚温和地道 小弟作动请大哥 陆绍哈哈大笑 我怎么也是大的 该我请你 又道 若是那毛鹤生意做得好 哥哥我便自讨腰包 过年的时候 请人天天唱戏杂耍 到时候五郎他们也回来了 也好叫一家子人都欢喜欢喜 过个乐何年 真正得意 陆坚的眼皮跳了跳 只淡淡一笑 陆绍看在眼里 心情大好 摸着浩郎的头道 你不是一直念叨着你二婶娘吗 怎得见了人却躲在这里 一点不大方 话未说完 就见吕氏一眼弯了过来 富道人家懂得什么 说他沉不住气 他就是沉不住气 陆绍并不理睬 吕氏 只推了浩郎一把 浩郎不过一个不知事的几岁小孩子 哪里知道什么 当下就跑上前去 牵了林锦荣的手 欢欢喜喜地和他说些孩子气的话 林锦荣讨厌憎恨 甚至仇恨陆绍和吕氏 林带着也不可能喜欢他们两个孩子到哪里去 但他却不是那种无聊的人 少不能耐着性子 含笑一一回答浩郎的话 这情形落在陆绍与吕氏眼里 是觉得他果真心机深沉 半点不漏 而陆坚看在眼里 心里却是又感叹了两分 按道李士全果然说的没错 他是心软良善之人 林锦荣哪里晓得 他一个平平常常的举动 落在这些人眼里 就变了几个样 只不过故意对吕氏不时扫过来的目光 视而不见罢了 说话间就到了容景区 陆老太太已经起了身 陆老太爷也在 老两口正坐着吃早饭 好郎得宠惯了 立时丢开林锦荣的手 朝梁老跑去 娇声道 曾祖父 曾祖母 孙儿好想你们 我的乖孙 曾祖母也想你 陆老太太听得眉开眼笑 张开双臂 将她紧紧搂在怀里亲了一口 众人上前行礼问安 陆老太爷目光炯炯地 从路间林锦荣的脸上扫了一遍 轻轻喊手 都起来吧 林锦荣便洗了手 上前去给二老布菜添饭 因见他神情温和 举止端庄从容 结合昨日发生的事情 陆老太爷十分满意 他的这份安静端宁 饭后特意与他说了几句关心的话 又暗示他们小夫妻俩 要好好过日子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林锦荣早就习惯了陆老太爷的作风 并不以为意 眉眼里反倒更多了几分柔顺出来 吕氏本来是来看笑话的 笑话不曾看到 却看得冒火 只抱着肚子 拼命与陆老太太说 袁郎浩郎如何孝顺聪明 陆老太爷淡淡地打断他的话 袁郎念书念得如何 律师便住了嘴 陆绍喊笑道 啊 先生说还不错 陆老太爷板着脸道 让他有空 多和他二叔父一起学学 不管是人品也好 还是学问也好 对他都大有弊议 时辰不早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吧 严霸自起了身 率先出了门 屋里众人面面相去 各怀鬼胎 一句话听出了几种滋味 陆老太太霍悉泥 都散了吧 我也要做早课了 于是众人行礼推出 自行其事 吕氏见陆坚与林锦荣走远了 忍不住低声问路上 老爷子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眼里的那个就是最好的 旁人都不如 律师默了默 恨道 不是说昨日已经成事了吗 怎能又好了 莫不是做得不到位 露了破绽 你又怎知他们不是强颜欢笑 女人度些一起 是要连大事都要悟了的 陆绍胸有成竹 这种事情就在虚虚实实间 种了种后 总有他生根发芽的时候 二郎的性子是有事只管藏在心里 一直到藏不住了才翻脸 可到了那个时候 却是肌无转环了 且慢慢等着看吧 你急什么 林锦荣陪着黎玉珍 打理了近两个世线的家事 方才有了空闲 回房吃药休息 才把药喝了 樱桃就到 方妈妈来了 紧接着方竹进来笑道 奶奶 努必有事要禀告 林锦荣便挥手 示意其余人等下去 可是有眉目了 方竹小声道 上次那银鱼香囊的事情 是姑娘房里一个 叫亲爱的小丫头 与大代的提起 桂嬷嬷做得饭时好的 亲爱 林锦荣对这个丫头 根本没印象 别微微醋了眉 查出她与那边 有什么关系了吗 方竹笑着摇头 另有一桩 老太太赏给 大姑娘的猪儿 她的旧父 娶的续贤 是二老爷手下的大管事 冯春的仪表妹 林锦荣揉了揉额头 这七大姑八大姨的 绕来绕去 可以要把人给绕糊涂了 这猪儿 平日里如何 稳妥得很 因着她是老太太给的 大姑娘总给她留几分体面 平日里也不曾见她 往那边走动 林锦荣沉吟片刻 道 不能冤枉人 却也不能漏了人 好声盯着 莫要打草惊蛇 方竹应了 又就外头的一些琐事 说给林锦荣听了 见陆坚进来 方才告退 第278集 积雪 短短半个月之内 青州平州的毛鹤价钱 涨了两成多 而且还供不应求 期间 梅宝清手下的管事老方 把王家陆家陶家 收了交去的毛鹤 挑挑拣拣的 收了进石车 浩浩荡荡 大张旗鼓地 运出了平州城 朝着北方送去 与此同时 好些行商 闻风而动 涌入了平州青州 预备分一杯羹 陆绍第一笔生意做成 钱袋鼓鼓 高高兴兴 志得意满地 同陆老太爷汇报 得了陆老太爷的夸赞后 干劲十足地 把赚到的钱 全数投进去 继续和王陶两家 抢毛鹤 甚至于到林士泉 早前说定的人家中去 家家拿走人家的毛鹤 要多少有多少 又高价去抢 记忆纯熟的支将 为营建毛之作坊 下足了本钱 说起这毛之作坊来 并不太难营建 陆家有的是现成的房子 和官府说定 弄个宽敞的院子 把支机支将 原料通通弄整齐了 就可以开工 陆绍是个能干的 精力又旺盛 下足了力气 花够了心血 短短二十天内 就生产出了 第一批精美的 织金蹄花毛鹤 虽然数量不多 却是一个活招牌 仗着这批毛鹤 他与老方说定 在明年二月之前 交出一千匹上等的 织金蹄花毛鹤 双方按着规矩签订了 气书 老方对品质要求高 给他的价钱自然不低 但同理 倘若他违约 要赔的价也照样不低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看似万无一失 陆绍走起路来 一带生风 不要说在陆家 就是在整个平州城里 也算风云人物 一时风头无霜 大有想把平州 青州两地的毛鹤生意 全书占了的意思在里面 别人自然不会随便 就让他趁心如意 王家与几家小懒户 家底不厚 惹不起他 把手里的货处理了后 就迅速退了出去 陶家却是在青州积极应战 明里暗里都不许陆家 把手伸到青州去 陆老太医 暗里提醒过陆绍两次 欲速则不达 陆绍当然不服 一心要做出个样子来 口里硬着 贝里却不曾放弃过 于是青州这个主要出产地 价钱又比平州高了许多 却很少有人知道 每日都有美宝卿手下的车马 从远处折回来 把之前花钱买下的毛鹤 又悄悄送回了平州和青州 十分隐蔽地分散处理后 又再次被陆家收取 陆绍仓库里的毛鹤越挤越多 眼看着又是一大笔钱财 正当此时 陶家却突然无解了库存 不愿意再卖了 陆绍一打听 得知大荣那边 其实也极喜欢着毛鹤的 近来因着他们这边 狂收毛鹤的缘故 大荣那边的毛鹤也看涨 陶家这是想要借机台价 左右逢源 于是也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 他们这里离大荣近 天时地利人和全数占尽 倘若能够直接与大荣的客商 接上头 他们赚的钱还在多数 所以一边还收毛鹤 一边却开始提价 价钱一高 小行商们再买不起 老方也不肯再收 按理使人去与陶家洽谈 可否做个长久伙伴 以美宝卿从南方带回来的 丝绸织紧 换陶家的毛鹤 双方互惠互利 本来这生意若是做长久 似老方这种行为是最妥当的 拿出规章才能长久合作 不至于乱了套 伤了和气 但路上年轻气盛 还没赚够本钱 不肯收手 立志要借着陶家的风头 多赚一点好处 最好就是又与大荣这边连上线 又借着与美宝卿签的那个契约 与美家这里连续不断 便设了一桌宴席 请陆建过去 劝道 二郎 说起来陶家与咱们家也是亲戚 一起赚钱不是第一天了 没得一起赔钱的道理 陆建淡淡地道 哥哥说的是 陆少知他心中有疙瘩 少不得安抚 哎 我之前不知你和弟妹 也在筹划这件事 无意中抢了个仙 心里一直不踏实 总想补偿补偿你们 你看这样可好 你先前不是收了些毛鹤吗 按着现在这架拿来 哥哥收了 陆建暗暗冷笑 自己手里若是有毛鹤 哪里又能等到现在拿来 卖给他 陆少打得好算盘 一点赢头小利 就想把自己给收买了 也真是敢想 便目着脸道 我们没有 陆少微微一笑 语重心长 二弟若是帮了这个忙 我少不得在祖父面前 替你请供 这个话却是威胁 陆建若是主动应承 去说动陶顺琴 那是为了家族 应该的 但若是不肯 他便要去同陆老太爷说 最后陆建也少不得要卖力 还要落下一个 小肚鸡肠 斤斤计较 没有大局观的名头 陆建心中大怒 一大半为了这些日子 一来的事 一半也是为了这事 孤儿丝毫不掩饰神色 重重地把酒杯 往桌上移放 道 这功劳 小弟我懒不来 虽则陶家那边 是你弟妹的母舅 但总归是隔了两层 断然没有阻挡 人家财路 人家还听得道理 陆绍早有预料 并不生气 一把就将他给拉住了 二弟差了 这又如何是阻拦 人家的财路 不过是与他家一起商量 扛着老方这边 挣个好价钱而已 写封信吧 肯与不肯 总是他家的事情 这可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大家伙 陆间沉默许久 道 我要先想想 明日再与哥哥回话 陆绍见好就收 不再拦着他 放他回去 折头便使人去打听 大容那边的毛贺价钱 联系那边的商人 打算若是 以大容那边的大商人连上 便要比陶顺亲 给的价还低一场 定要把青州 这毛贺生意 给弄过来 陆间回了房 把事情经过 所以林锦荣知道 林锦荣就笑 他的好日子快来了 我这就写信给舅舅 让他答应他 陪他一同撑着 这些日子一来 他与陆间二人 一个成日只顾着 吃药打理家事 一个只埋头苦毒 偶尔出去溜达一圈 天不还就回来 安静沉默 低调隐忍 等的就是这一天 这平州青州的毛贺 最开始便是 林士全与梅宝青 陶顺亲 三人联手 自家买进 卖出炒高的 陆绍插手之时 价钱已经不是最初之事 等陆绍试探性地 收集一批后 梅宝青收下 给陆绍吃定心丸 然后贝里把已经买下的那批货 用马车拉着跑一圈 又暗暗送回来 以略低一成的价钱 卖给陆绍 再做出陶家与陆家 争抢毛和揽收权的假象 陆绍因为赚了钱 又见陶家一直在抢 外地客商也多有买进的 认定不会赔本 便汹涌成竹 不停买进 但他所想不到的是 这根本就是一个空局 梅宝青那里也好 陶家的仓库里也好 堆着的毛贺 不过是装样子的一层 平州与青州所出的毛贺 基本都囤在了陆家的仓库里 毛贺是个好东西 十分保暖耐磨 是于秋冬早春传代 所以大荣 北墨 乃至于本朝的北方 都很喜欢用它 价钱几年以来 的确都在看着 但是一种东西的价值 是有定数的 如果超出它该有的价值太多 那就不正常了 如同微学累积 总有崩塌的时候 林锦荣的信送出去后 陶家虽不曾给予明确的答复 老方却是从青州回了平州 窝在了租家的小院子里 整日闭门不出 陆少便知陶家 大概是同意暂时性的联手了 便耐心地等着 又不时把手里的毛贺卖下出去 卖出一匹就称卖出十匹 竟也给他弄出了些繁华的假象来 转眼到了腊域二十五 陆京 陆伦 陆善三兄弟 一同回了平州城 陆家在各处的铺子管事们 也带着一年的红利钱 与东家交差 陆家上上下下一片忙碌 陆老太也请人唱戏杂耍 宴请犒劳大小铺子里的大小管事 陆建中陆少夫子春风得意 宴席进行到最高潮之时 有人急匆匆从外面送了一封信来 陆少打开看了后 笑容就凝固在了脸上 顾不得周围还有许多管事要排 急匆匆地站起来 也不敢惊动陆老太爷 只与陆建中使了个眼色 就走了出去 陆建中略坐了边客 也学了个借口退出去 陆建坐在不远处 手心脚心一片潮湿 林建荣认真轻点着 陆建那个珠子铺送来的红利 三千两白银 并不算少 陆老太爷果然是给了陆建 一个不错的铺子 林建荣摩索着那些白银 想到自己投到毛鹤上去的 那些钱财 由不得一阵阵的肉疼 正在盘算 如何把这些东西 从陆建那里抠出来 就听得门外一声响 陆建急匆匆地进来 也不说话 只把眼看着他 宴席这么早就散了 林建荣心里一阵狂喜 示意旁伺候的人全数退下 没散 我的袜子有些潮 进来换了还要出去陪客 带的房里只剩了夫妻二人 陆建方低声道 老方走了 毛鹤的家跌了 接下来 只怕是要怪我舅舅了 祖父只怕会有所怀疑 你扛得住吗 林建荣半是轻松 半是凝重地 轻轻叹了口气 本来这平州青州就偏远 消息闭塞不通 很多时候都是靠着外面来的商人 带了消息进来 货架高低也更多靠的是 梅宝青这样的大商人来定 有老方称着还算好 他不称了 自然要跌 第二百七十九集 雪崩 我扛得住 陆建把林锦荣给他做的沾袜换上 觉得热气把脚心包裹住了 心里也跟着暖和安定下来 眉眼间光滑流动 既然敢做 便要有承受后果的准备 就算是祖父雷霆大怒又如何 被人扇了耳光却不敢还手的 也不是他想要的当家人 像这样一起风发 信心满满的路见 林锦荣没见过 林锦荣由不得多看了他两眼 又迅速把眼转开 道 朱字铺一共送了三千两百银过来 你看怎么处置 这话题转换得真快 刚还说着毛鹤的事情 转眼就收到了朱字铺的收益 陆建虽有些诧异 却还是微微一笑 你都收起来吧 你不是垫了许多钱才进去吗 正好添不进去 若有多的 就留着被碾里 早早不说 害他肉疼了那许久 林锦荣心愿达成 就露出了几分欢喜 只不满他算了账 这么大的事 四处都是花销 还有那批留着不赚钱 专用来抛撒拉架的毛鹤 难道不是钱买的 哪里够 还备年里 除非这些银子会生杂 陆建被他的花瘾的发酵 却不敢笑出声来 跳下踏曲搂住他 今年不够 还有明年 后年 全都是你的 可够了 林锦荣摇头 不 那是祖父给你的 多的我不要 你把我的嫁妆钱 补回来 日常给些家用开销就够了 我的还不是你的 林锦荣很认真的道 不 我的不是你的 阴间路间调了屌霉 别又补充道 我的嫁妆钱 将来都是要留给我的儿女的 是 你的是你的 外头还没散呢 我先去了 不然那两个不见 我也跟着不见 怪不得旁人都要想到我头上来 林锦荣送了他出门 小心翼翼地把银子收了 命令芝方竹几个进来 低声安排了一番 碎雪夹闸着冻雨下来 须余就把人的眉毛 碎发给浸湿 并冻成了白色的一片 路绍骑马 奔进他新建的毛织房时 他手底下 参与毛鹤生意的管事们 正挤在两个 燃得痛红的大碳盆边 交头接耳 老方这些日子 一直留在这里不走 现在突然走了 莫不是与陶家 已经秘密说定了吧 听说他走的时候 是拉走了一匹毛鹤的 正宗的青州毛鹤 也不知是不是陶家的 还用说 除了陶家还能有谁 刚传来的消息 陶家前两天 与大容那边区的一个客商 做了一笔生意 谈成的价 整整比咱们开的第三成 现在大容那边的价 已经在跌了 陆少的心在颤抖 却还强撑着 云淡风轻地 同众人笑道 哼 怕什么 我又不是那起家底薄 把钱全压在里面 一旦不能卖掉 就没饭吃的 他不要 还有旁人要 人总要穿衣的吧 先看看大容这边 若是不成 就等到明年秋点 再运送到北边去 那时正是旺季 价必然还要再涨的 怕什么 他说得底气十足 手底下的管事 也就放了几分心 大爷说得是 谁不知道 青州平州的毛鹤好 那是美名远洋 不过就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总能卖掉 又有人骂老方 老狐狸 生意不成仁义在 做不成便宜生意就算了 临走还要嘲笑我们 把毛鹤当作银子卖 就他这句话 弄得上门问毛鹤的人 都不肯出嫁了 死死的呀 也有人清醒地 小心劝道 大爷 只怕陶家 这是和咱们对着来了 虽则咱家本钱丰厚 但记着这么多的毛鹤 终究不是法子 他们若是再抛几回 只怕这价还要再跌 您看 是不是趁早 陆少道 他再抛 也不可能比本钱低 帘子被打起 有人道 二老爷来了 于是一屋子的人起身 给陆建忠行礼问好 陆建忠哈哈一笑 生意场上 尔虞我诈 不是什么奇怪的 梅家与我们 还有至今 提花毛鹤的生意呢 陶家与我们 也是亲戚 不会做到什么 赶尽杀绝的地步 大抵是你们前些日子 蹦得得太欢 陶老爷 要给小辈一个教训 众人便都附和着 他笑了一回 陆建忠 方叫陆少 你随我来 父子二人出了房门 学了个开阔无人的 地带站着 陆建忠吐出一口白气 你打算怎么办 难道之前就半点端倪 都没看出来 一时辣月二十五 我根本没想到老方 会在这个档口走 却昨日还有人与我谈价 高价卖出了两百匹 所以是真没想到 陆少虽受了打击 却还不曾乱了分寸 刺客想来 怕是我们才把这生意 接过去的时候 陶顺君就与美宝卿商量好了 要借机替他外甥女婿收拾我 此番断难善了 我若是跟着抛售 价值会跌得更快更厉害 但若不跟着抛售 这批毛贺留到最后还是陪 无论如何 我在祖父面前 是没脸了 他的嘴唇动了动 犹豫片刻 还是低声道 父亲 我前些日子本钱不够 祖父又不许我与陶家争 我不敢从大帐上之前 动了 修宗词的钱 你好大的胆子 陆建中倒吸了一口凉气 指着陆少睁圆了眼睛 半天说不出话来 儿子本来是想 过了这段就填回去 从此那边也要开了春才能动够 这些钱就是闲置 若是赚了 就是咱们自己的 陆少的声音越来越小 此时并不是愿怪他追究他的时候 陆建中叹了口气 罢了 是我没教好你 这钱只有我来替你填 既然旁人是居心不良 专要算计你 你就小心了 莫要给人抓住尾巴 赔就赔了 反正瞒不住 只动了修宗词的钱这事 千万不能落到你祖父耳朵里去 然后一转身 大步回了房 对着管事们道 先拿一匹毛鹤出来 逼着陶家的家出卖 他家卖多少 我们就卖多少 马上放心歌 让他们与大荣那边联系 尽量多卖 但切记 不能大批抛兽 更不要乱了阵脚 区区毛鹤算什么 我陆家赔得起 事业 巨弦阁里 一片灯火辉煌 陆老太爷独坐在榻上 打棋谱 他还是腰背挺的笔直 但那浓密的 能够表达很多情绪的眉毛 却似突然失去了生气 死气沉沉地 搭了在眼睛上方 把他的眼睛 遮得更深 路间饭包立在一旁 都是一脸的凝重 谁也不敢出声打扰他 突然 陆老太爷抬起头来 看着陆建 你二叔父和大哥 还没回来 陆建忙硬道 是人在门口看着的 还没有来回报 应是没回来 陆老太爷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便又继续瞎棋 陆建与饭包继续陪战 谁都看得出来 老爷子稀里有气 如果陆建忠与陆少在 这气自然要朝着 那两个身上使 但现在那两个不在 就只有他二人承受了 陆建笔制饭包 又多了几分想法 他直觉陆老太爷 是知道一些什么事的 但那也没法子 设这个大局 光靠着梅宝卿和林士权的 几个朋友是不够的 他们需要陶顺亲帮忙 而陶顺亲只要搅进来 就不可能不让陆老太爷怀疑 毕竟陶顺亲心疼外甥 是出了名的 但那又如何 正如林景蓉说的一般 二房不贪不黑不欺负人 又怎会落了这个圈套 他不可能永远都指望着 陆老太爷给他主持公道 于是陆建把腰背挺得直直的 表情更多了几分坦然 外头一阵风响 紧接着一阵脚步声响起 带着几分迟疑停在了门口 陆老太爷冷笑道 哼 还要我亲自来请吗 门被推开 陆间中扯着青嘴绿脸的陆绍 立在那里 把陆绍往前头一送 也不多言 就祈求道 爹爹 大郎做错了事 还请您老要拉拨他一把 陆老太爷回头看着他俩 淡淡地道 你还要我怎么拉拨他 朽宗祠的钱都借他赚钱了 还要给他点什么 是不是把我的棺材板给他 屋里一阵死寂 陆绍两手往前一撑 使劲磕头 冷风从他和陆建中的身后吹进来 把屋子里的烛火吹得摇摇晃晃 陆老太爷仿佛是不胜寒冷 轻轻缩了缩尖头 唇角露出一丝嘲讽 是以磕头来算钱的 你磕的这头可真值钱 陆绍停顿便可 继续磕头 啪啪的磕头声 在沉寂的屋子里一阵响着 让人更多了几分心惊胆战之感 陆建中跪下去 大声道 爹爹 是我没教好他 但他本意也是为了家里好 陆老太爷不语 继续下他的旗 陆建中的声音 犹如被人突然掐断 散在了冷风中 冷风却是不客气地 朝着跪在门口的两个人身上挂 吹得二人的头发丝都差点动硬 青砖石地面里进出的寒意 如同无数的钢针 狠狠刺进陆建中的膝盖里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又打了个不成形的喷嚏 磕着牙道 爹爹 大狼急功冒进 不知轻重 得罪了陶家和梅宝青 这次的损失 由我们自己来赔 当然要你们自己来赔 反正你们有的是钱 赔钱不是小事 让我陆家成了大笑话 你们赔不起 陆老太爷抬起头来 冷冷看着他父子二人 大狼 之前我怎么和你说的 我的话你听到哪里去了 总要有个人出来担责 不然以后都没人 把我的话当回事了 你们父子二人自己选 谁来 第二百八十集 成冰 冷风吹过树梢 冻雨夹杂着雪栗 噼里啪啦地 砸在树干上 房顶上 院墙上 窗纸上 让人听着 就觉得更冷了几分 猪儿把手里的针线活收了尾 用牙齿咬断线头 拿远了 对着灯光左开右开 十分满意 看看天色不早 便起身伸了个懒腰 准备去睡 才刚往盆里倒了点水 就听见外面传来两声猫叫 他轻轻推开窗子 一股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 院子里空荡荡的 只有两盏灯笼在随着寒风晃动 他不动声色地把窗子轻轻放下 气定神闲地继续洗漱 待到洗漱完毕 又在灯下做了片刻 方去了陆云的屋里 陆云还不曾睡下 正抱着一卷书在灯下细读 简儿坐在一旁的熏龙边 正在缝一件衣服 猪儿笑道 我来给姑娘值夜 简儿你去睡吧 简儿抬起头来看着他一笑 你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又问陆云 时辰不早 姑娘可要歇了 陆云抬起头来看着他 听说外面出了点事 猪儿心领神会 不知姑娘想吃点什么宵夜 去看看厨房有什么吧 什么方便就拿什么 大晚上的也别弄得太麻烦了 猪儿行了个礼 自打了灯笼 提了石盒去了 先去厨房转了一圈 要厨房给陆云 现做一碗馄饨出来 说他稍后来拿 然后放了石盒 顶着冷风冻雨 聘聘挺挺挺地去了 行至无人处 照旧吹了灯笼 小夕奕奕地向着 旅室的院子里去 不过在里面留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又匆匆忙忙 遮遮掩掩地走了出来 快步转入小道间 沿着小道前行 行至转角处方站住 从怀里掏了火石等物 点燃灯笼 灯笼普一点亮 就听旁边嬉嬉缩缩 一阵响动 谁 猪儿高高举起灯笼来 朝着声音来远处照过去 却见方竹 荔枝 方灵 还有一个新近 在林锦荣面前 十分得脸的湖泊子 含笑站在那里 不由心里一惊 脸上就堆满了笑容 咦 你们四个在这里做什么 黑灯瞎火的 冷嗖嗖的 善良什么好事呢 那几人迅速围上来 把他的退路给堵死了 方竹皮笑弱不笑地道 咦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 黑灯瞎火 冷嗖嗖的 和什么人 商量什么好事呢 猪儿道 方妈妈开的什么玩笑 大姑娘想吃馄饨 我这就去厨房取馄饨 想来差不多了 我得赶紧去了 不然姑娘怪在下来 可没人担担得起 说爸便伸手去波拉 挡在他面前的方竹 方竹顺势抓住他的手 用力往前一拉 他控制不住 就朝前头扑去 身形未稳 胡婆子就猛扑上去 一把扯了他的灯笼 扑得一口吹灭 扔在地上 迅速捂住他的嘴 反扭住他的胳膊 把他推在地上 一脚踏在了他的背上 猪儿一个字都没能吐出来 就被他二人给按得死死的 不由惊怒交加 拼命挣扎 只听励志低声道 你省事些吧 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你才从姑娘的院子里出来 我们就跟着你了 你也莫想抵赖 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算太太不信我们 却总是信方玲的 方竹冷声道 你是聪明人 不用我们教你 你该知道太太和姑娘 若是知晓了你做的好事 会怎么收拾你 已然落到这个地步 你还是老实点的好 也好少吃点苦头 不然 你以为谁会为你出头 几个人摸着黑 七手八脚地 把猪儿推到了 最近的一间暖阁里 暖阁里只点着一盏灯 火盆却是燃得旺旺的 林锦荣在灯下抬起头来 看着浑身都是泥水 披头散发 狼狈不堪的猪儿 一笑 猪儿 我们做个交易 要么 我把你交给太太和姑娘去处置 要么 我留你一条活路 猪儿一路过来 早已经不复当时的惊慌失措 整了整一群 垂着眼 目着脸道 二奶奶恕罪 奴婢不知你想做什么 林锦荣便不说话 低着头轻轻挫了一口茶 狐婆子一把扯住猪儿的头发 对着她的脸就是两巴掌 猪儿鼻血都被打了出来 立在林锦荣身后的桂园 虎得胆战心惊 吃牙咧嘴 偷眼去看林锦荣的表情 却见林锦荣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奶奶 你饶了奴婢吧 猪儿先知今日凶多吉少 却不敢大叫 只是哀哀求饶 我什么都没做 一直都是按照老太太的吩咐 照亮好姑娘 听姑娘的话去办事 林锦荣恍若未闻 朝方灵喊手道 方灵姐姐 今晚有劳你了 她还有些不清醒 我得好声与她说一说 也许她会突然清醒过来 我也不想让太太伤心生气 你不是闲人 先回去吧 如果这里需要 我再使人去请你 是 方灵神色复杂地看了猪儿一眼 行礼告退 丽芝追了出去 小声道 劳烦姐姐去与姐儿说一声 设法先瞒着姑娘 方灵小声道 丽芝 这事也不知奶奶要怎么收场 太太那里 丽芝拉着她的手笑道 好姐姐 既然奶奶请您来做了见证 就没有要故意瞒着太太的意思 只是线下多事之秋 太太又忙 不能让她老人家太过劳心劳力 等事情弄清楚了 奶奶就会同太太说的 但在这之前 还是 我知道了 今晚的事情 若非是二奶奶让我说了 我是不会说的 方灵听她如此说 这才放心心地去了 丽芝这才一往前头去 在路间的必经之地候着 林锦荣看着珠儿笑 你不要与我说老太太和姑娘 我既敢对你下手 自是有十足时地把握 我知道做下人的 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 我也不想太为难人 想积福求福报 可你要知道 我如果生气发怒 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谁让你害我在前头呢 你这会儿大概会想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不如什么都不说 但你还年轻 你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 更不知道 比死还不如的是什么 方竹适时递了一块帕子过去 替珠儿细细擦着脸 揉声劝道 朱儿 二奶奶是什么人 你该有数 你看看我 朱儿垂着眼 蹴着眉 紧张地思考着 林锦荣也不急 安安静静地等着 风一阵紧似一阵 已是到了滴水成冰的季节 雪水飘落到廊下 在地面和围廊上 结起了一层薄冰 陆建中觉得 他的背心和双腿 还有头顶也结了一层薄冰 动得他动也动不了 骨头关节并肌肉血脉 全都僵硬不堪 陆绍的头还抵在地上 从陆老太爷让他们自己选 该谁担责开始 他就一直保持同样的姿态 他的目光透过睫毛 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 一直挪到陆建那双青色的陆皮靴子上 他羞愤得无地自容 这样的丑态 全数一点不落地 落在了陆建的眼里 此后他如何还能在陆建的面前 抬得起头来 从前 不拘他们做错了什么 陆老太爷从来不会 当着陆建的面 这样训辞他们 苛责他们 但此番 陆老太爷明白着 就是要在陆建面前 折他这个长兄的面子和威风 这是要把陆建推出来 他的心和外面房檐下的冰柱 一样的冰冷 陆绍轻轻吐出一口白气 是我的错 是我拖累了家族 拖累了父亲 请祖父责罚 陆建中心疼得无以复加 就轻轻吐了一口气 他的想法与陆绍还稍微不同 陆绍年轻 更看重面子 他却晓得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少 陆绍的选择 是最明智的选择 陆老太爷目前要收拾的人 首当其冲就是陆绍 而非是他 就算是他此番 替陆绍揽下来 日后陆老太爷 为了推陆建上位 也保不齐 还会再挑陆绍的错 与其让陆绍 三番五次 在众人面前丢脸 还不如让陆绍记住这个教训 暂时养一养 他是长辈 经验更丰富 人脉更广 他留下来 退守进宫 都比陆绍更容易做到 等等 总有翻身的机会 陆老太爷沉饮片刻 低声道 好 如你所愿 等过了年后 就把你手里的铺子 都交给饭包 你去把祖辞修起来 顺便 把老宅也加过一遍吧 他这算是被彻底 踢了出去 威妻无妻 陆绍心里一片空芒 眼里只剩下陆绍那双 七成心的皮靴子 饭包其实 不就是替陆绍管着吗 陆绍真好命 读书抓钱两不误 社局害人 危害家族根本 却还能站在这里 安然享受陆老太爷的人品好 学识好的双好夸赞 安然接受他们父子辛苦许久 攒下来的家业 这人真会生 陆建中的脚轻轻磕了他一下 陆绍用力咽下一口口水 轻声道 是 素儿谨遵遵祖父教诲 陆老太爷淡淡一抬手 去祠堂里跪着 什么时候想明白你的错了 什么时候起来 严霸不再看他 转而叮嘱陆建中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把毛鹤的事情给我摆平 至今毛鹤的生意 我要你继续做好 不能把梅宝青这条线断了 是 陆建中习惯性地擦擦额头的汗 伸手去摸 却是一片冰凉 天气太冷 他没能流出汗来 等他父子二人去了 陆老太爷打发走饭包 只留下陆建 刚才 为何不替你二叔父和兄长求情 这边